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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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主席 梁国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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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國雄議員 梁国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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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估計的嘛, 他經常大放決詞, 我派一萬元不夠錢, 你只是估錯了七百億, 那七百億要來派, 只那七百億要來派, 不要做我那個, 我講那個全民退保, 全民退保是五百億而已, 那你一個財政司司長估錯了, 收多了七百億, 你應不應該取之於民, 用之於民? 那你有什麼理由去指責, 好像我這些議員, 在這個議會那裏, 告訴政府, 你估錯了, 收多了七百億, 七百億, 你派回給老人家, 或者派回給那些, 沒錢用的人, 應不應該? 他們是不盡不實的嘛, 是不是? 很多人就說, 那一萬元派出來, 是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為什麼, 上次派六千元的時候, 其實這六千元, 直接派也是那邊的議員, 全部去找曾俊華說的, 曾俊華說, 說不可以因為議員提出的要求, 臨時提出的要求, 而答應建立一個壞的先例, 上次便建立了, 是不是? 這兩個局和一個司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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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議會裏面的人有沒有拿到? 有嘛 有為何這麼偽善呢? 自己為什麼不 你這個民建聯或者其他人不發動香港市民 不要拿那一萬元就行了 不要拿那一萬元就證明制度是行不通的 是不是? 政府有一個制度 做了之後是沒有人去響應的 或者他有的利益都不去拿的 證明這個要求本身就是不應該的 我想問這個議會裏面 有幾多人是沒有拿上次那六千元? 這個不是歪理來的,吳梁星 你有沒有拿先? 如果你情操這麼高上 你不應該拿六千元 是不是?你還是代表銀行界的 我有拿到,我告訴你我最後那個人拿的 就是因為我輸官司給他 梁國雄議員 我認為你這個觀點都講得很清楚了 請你回來 主席 說你提出的修正案 主席 說你提出的修正案 我修正案就是叫減他們的工資 這個陳家強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梁國雄議員 那裡就重複了 因為他昨天都會講類似的事情 你錯,我昨天全都沒有講過那些事情 那梁國雄議員 那梁國雄議員 我想問 你原本今天決定 就是一點鐘就可以 終止辯論進行 開始表決的 那 就 假如上沒有人講話了 會不會提早可以終止呢 因為 就是 你不需要沒有人講話 一定要去拉拉拉到一點 會不會呢 我已經昨天講了 這個辯論 是可以延續到今天下午一點鐘 我就是 也都聽到有 當時也有議員表示 他們還有很多意見要發表的 我認為 議員是應該利用這個時間 盡量發表他們對 這些修正案的意見 也都請發言的議員 甚至是梁國雄議員 因為你已經在第8次 在這個環節發言 請你盡量不要離題 主席 一師兩局 都是前朝的官員 當然 林鄭裔議員 曾經華是司長 章建中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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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教授,我連續三堂都講同樣的話,校長都會來警告我 楊議員 請你不要再離婚 主席 思國急官員合不合,自然是有討論的餘地,因為你要明白,其他人可以講的,他不講不關我事的,你有沒有什麼理由在一個課堂裏面你自己做校長的,那些學生不上課,其他的學生勤力,你要制止他先。 梁議員,如果一個老師在數學堂上面教英文,或者教歷史,都是不對的,我們現在這個辯論呢, 是關於那些修正案的辯論,有關我的裁決,有不同的意見,可以有不同的詳細,可以有不同的詳細的意見。 梁國雄議員,我不是講你的裁決,我不是講你的裁決,我不是講官員的表現。 梁國雄議員,也都不應該在這裏講與議題無關的官員表現,請你回規。 梁國雄議員,我和議題是有關的。如果兩年前做的事情是正確,兩年之後沒有一個理由改變了, 你說是不是失職先?就是,大老正常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兩年前做的事情是正確, 兩年之後的情況更加好了,我們的盈餘更加多了,你估計更加錯了。 有什麼理由兩年前要派的錢,現在兩年後是錯的呢? 如果你說不是因為壓力,那是因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令到某個人兩年前認為對的東西,兩年之後是錯的呢? 這個是一個大腦正常的人都明白,我說的東西是言之有物的, 我現在減去人工,是不是我現在減去人工, 是否應該先講他的表現,這個表現也是跟我們的以示同追... 請繼續提出其他的論點,不要重複同一個論點吧? 那我就說了,那我就問,是不是這裡這麼多議員正在笑的,我問他們, 就是大家有說派一萬元是不得人心,我問那些議員六千元他們有沒有拿, 那這個老實說是正常的,我一直都說了, 那這個我代表的意見,雖然現在由少數人提出來, 但是要設立這個全民退休保障,是林鄭月娥更加責無旁貸, 林鄭月娥是做過這個社會福利署處長的, 她不是不知道民間的疾苦的,是不是? 這個張建宗本身,也都是由公務員由這個上臂做上來, 她知道這個老人家很慘的, 這個陳家強就例外,陳家強就高來高去, 在科大教人書跳進去政府, 我這個不是她炒股的,這個我就不會覺得她有太大的罪,原罪, 梁國雄議員 那些人都不明白,我現在問這個林鄭月娥, 她昨天在這個電視機之前就說, 我們是令到香港, 癱瘋了香港,我想請問她的政府, 如果承擔五百億, 和說會在四年之內做一個全民退休保障, 香港怎會癱瘋? 如果他們讓步的話,我用不用在這裏和你說話? 我根本就不用, 所以為政者要回答一個問題, 不是說你維高權重, 就可以不回答民間說的話, 是不是? 王岐山都叫大家去看,各位, 是不是?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 是不是? 你的制度不改的時候, 民間當然是不滿意的, 是不是? 其實你們說, 喂, 今天在你的議會裏面, 由於那三位官員的失職, 梁振英都失職了, 選了那三個人來做官員, 所以我減了薪金是對的, 是不是? 那你只是鼓勵那些人上街而已, 是不是? 你只是鼓勵那些人不用在你們自己發明的一個政治機制裏面去反映民意而已。 主席, 我再在這裏重申, 如果不是兩年前, 那些官員失職, 官員說, 派錢是不好的, 即派是不好的, 未必沒有道理。 我們看一看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你退稅, 退差響不是派錢來的嗎? 我們這裏的議員這麼多有樓, 你有沒有收到錢? 你要不要啊? 你要了之後, 如果派一萬元, 你會不會去拿啊? 在兩年前, 我們的同事, 收了退稅, 退差響, 都拿了那六千元, 是不是? 那你為什麼說那些議員, 向那些公公婆婆說要發放三千元一個月, 或者那些窮人都有份去拿, 直接的政府派的錢, 是罪惡來的, 是不是? 你自己都去拿那些錢, 只不過你在這裏, 大家去很簡單而已, 大家做一個民意調查, 待會記者在外面, 給一些選項給大家, 你們自己報出來, 你們在差響拿回多少錢, 你們在退稅拿回多少錢, 你上次有沒有拿六千元, 就一清二楚了, 是不是? 我們的, 我們的呼籲, 是不得人心, 那你們情操這麼高尚, 為什麼去拿啊? 你拿了錢做什麼啊? 為什麼你們這麼多錢, 拿完之後抹個嘴, 而在社區的老人家, 沒有錢吃飯, 拿一萬元是罪過啊? 梁議員, 我認為呢, 你就是一個, 和現在的議題, 無直接關係的問題, 已經重複了很多。 你這個一絲兩局, 如果他認為, 派錢是不對的時候, 他應該在這個財政預算案裡面, 派了那七百億, 他是給人家看到啦, 為什麼你還要抄回以前的東西, 還是回稅, 就是回稅給那些有物業的人, 回稅給那些交利得稅和所得稅的人啊? 這個是什麼的原則來的? 我們是反對這些東西嘛, 你用四百五十億, 去注資到那些基金裡面, 一樣是回稅而已嘛, 只不過就是你拿大塊錢, 開個小金庫。 梁國雄議員, 你這些論點應該在, 撥款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的時候提出, 現在我們是, 全體委員會階段去審議那些修正案, 所以請你不要花太多的時間, 去就政府的這個財政政策, 紓困措施, 來表達你的意見。 你就是, 你是不是說, 限這個時間之後, 你都要限我講什麼呢? 你是不是想這樣啊? 時間是一個問題, 但是發言呢, 任何議員發言呢, 都不能夠違反議事規則的, 梁議員。 議事規則寫得很清楚, 議員是不能夠離題的。 我離什麼提呢? 你只能夠按回現在我們... 我想請教你,主席, 議員是因為已經講了了。 現在我們... 林鄭月娥,我作為司長, 應該先負責, 如果你說, 就像你這樣講, 在一個危機的時候, 一個司長明知道這個危機出現, 我十二月七號已經講了, 這個特區政府如果繼續是冥還不靈, 不改革掌新增 又不提出一個明確的 全民退休保障 的計劃的時候 我一定拉他報的 这个政治的危機是由他引起的 他应该继续拿钱吗 如果你听到一个人 说来打劫你 你还开了盗门 不是失职来的吗 是不是 如果就算说我打劫 张建宗每一次见到 我每一次见到他 他拍拍我的肩膀 帮一帮手 我说不用啊 你整这个全民退休保障 不用我帮手啊 你帮我老人家手就行了 每一次在这个 事务委员会我都讲这个问题 他听不到啊 这个政治危机不是由他引起的 是不是啊 陈家强更加离谱 你是个掌柜 掌柜下面那个来的嘛 有没有钱不知道的吗 就算是我错 我在12月7号错了 你多了七百亿 你计算到那里已经多了七百亿了 你就这样拨五百亿出来 已经得了 承担了哦 不是立刻拿出来哦 是不是啊 由这个2008年贪争的时候 都承担了五百亿啦 这儿有人通过的啊 用不到的钱啊 五年啊 我们的议会给了钱他 承担了是不用拿出来用的 现在我们香港的老人家 希望有全民退休保障 只是蔣新春都跟那些保皇党的议员说 蔣麗芸議員 请你坐下 蔣麗芸議員 蔣麗芸議員 谢谢主席 主席 我想说一说就是这个2013年 撥款条例草案 里面有关第四十九项 五十三项 五十九项 七十二项 还有就是其实很多项 就是我都是有不同的意见的 但是基于就是很多 所以我不想在这里浪费大家时间 而当中呢 我主要就是想说一说呢 就是为什么我不同意呢 就是举例来说 比如说第四十九项 那就是提到要是削减 就是所有的街道清洁的服务开支 那样就蚊患 防止蚊患的工作开支 防止鼠患的工作开支 还有街市改善工程的开支等等 那就是高永文局长在这里了 他也都应该很清晰知道 就是就是 就是 现在来说就是 就是全球就很多有新的病毒 比如说是H19 或者新SARS 那这些呢 都是值得我们全民关心的 那事实上最近政府也好 很多地方自己都自发性做很多 开始叫做地区的保护清洁行动了 那现在你这里 解而说不同意而去删除了它的话 我相信呢 这个对我们香港市民来说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事 那另外有关 比如其他一些总目 例如是53项 59项 72项 你说要减了公务员薪金那样说了 那这个也是绝对不合理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政府是和公务员或者问责官员呢 是大家有契约的 那假如你不按照这个契约做事的话呢 那这个呢是有违反法律的 其实好像这一类这样的修订案呢 根本呢就是提出的议员是不应该拿上议事堂 而我们为了这一些这样的 就是这一些这样的修订案 我们都听了就是不少时间 我希望将来也都不会提出这一类这样的 不合乎这个社会契约的一种修订案 那就是今次呢 其实那些议员呢就是 这个以拉布的方式 那就是去要求他们的诉求 那其实这一样东西来说呢 我是非常支持的 因为我觉得呢就是我们立法会有70位议员 假如每一位议员呢都是以拉布形式 去为他们选民去表达的诉求的话呢 那我们立法会的运作呢 就是可以这样讲呢 就不用做的了 大家知道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很多问题 就是今天呢 譬如说你打开那些新闻报纸 那已经有看到有很多头条出了来 很多对香港影响深远长远的事情出了来 但是呢就我们现在都没有时间去谈 因为大家都要坐在这个议会里面 还要呢就是为他们提出那七百多条修订呢 就逐一去通过 那呢主席你都说了 那慢慢地在那儿按钟 就算我真的不去看啊 就是这样在那儿按钟按钟 没有人提辩论 就是这样按钟的话呢 都你说都搞搞一下呢 都要去到22号 才能够是正常运作 所以呢就今次对我们 我好同意啊主席你说 就是对我们议会是绝对呢 是输得最严重的 三输之中的大输家 那就 好了我想讲一讲呢就是 就是几位拉布的议员呢 他提出的诉求呢 就是有关全民退休保障啊的问题 其实呢我们呢就这个议题呢 梁国雄议员说得对 我们民建联呢十几年前呢 已经向政府提出这一样东西 而当时政府呢 那些生果金呢就是几百元左右的 那然后一路呢 展变到现在的生果金 既然加上有需要的长者津贴的话呢 那已经达到是差不多2200元 那政府呢是一路是有进步 有进步 那就是 我们当然了我们也都希望 政府能够发放更多 比有需要的大众市民 那就是 所以呢我们在要求政府的同时呢 就是我们也都当然了 也都是要看一看政府那些 财政开支 是不是他可不可以拿出来呢 他怎样拿出来呢这样 那首先呢其实呢我们看回呢 就是政府现在呢 就是 就这个社会福利教育和医疗服务 这三样开始呢 蔣麗芸議員 我容许你对梁国雄議員 曾经提出的 民建联 或者议会里面其他的党派 过去 对全民退休保障的 一些发表过的意见 作一些澄清回应 但是呢 这个辩论不应该成为一个 有关 退休保障制度的辩论的 所以请您在这方面精简 主席 我是不是有十五分钟 你有十五分钟 但是你有十五分钟 是要围绕 现在我们的修正案发言的 主席 你在发言之前的话 我前一句是讲什么 我是讲的 2013到2014年度 社会福利教育 及医疗服务 政府的开支 经常支出是接近1,700亿 这个 exactly是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这个不是我们修正案里面的内容 请您围绕修正案发言 请您围绕修正案发言 主席 主席 虽然我们是同党 你能欺负就欺负 既然你欺负了 我都没有东西讲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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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志祥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 狼和諧建議員 主席 替金義議員 大致 小販管理 Pares 我認為應該要增加資源,不過在這個預算裡面沒有相關的規定。 不過我認為,局長,既然你在這裡,我建議局長可以在資源調撥方面加以改善。 根據新訴專員做了一個報告,也提出了一些建議。 當中,也涉及到一些小販管理的問題。 現時,我們全港不同的地方,特別是元朗、荃灣、尖沙咀一帶, 都是被評為無牌擴展、擺賣,以及沒有食物牌,仍然有經營的情況。 這種情況,但是,四環處就好像沒有牙老虎一樣,沒有辦法去管制得到。 而也因為收到很多投訴,仍然沒有解決到投訴者的一些要求。 情況就好像失控一樣。我觀察到一些食肆,它擺賣到公眾地方的街道上,一百圍,幾十圍都有。 但是,在食環處執法的行動上,並未因為這些違法而去做。 就算做也好,只是上到法庭,通常罰二至三千元,一般罰一千元。 這樣比交租更要便宜。 而以往食環處執法的時候,食環管理局執法的時候,就會在晚上六時至六十一時這段時間。 但是在這段時間裏面,執法的人員的數目是相當少。 包括,就算食環處的總部,有一個叫做非虎隊,即是有特別的執行隊, 他做這個工作的時候,全港的數目相當低。 今次因為申訴專員的批評之後,才說增加一隊, 來作為一個應對申訴專員的批評。 這種做法並未能夠解決目前所看到的非法擴展為例擺賣的情況。 而這個情況,往往就在十一時後,那個經營更加旺盛。 所謂吃宵夜,亦有很多人吃。 以往食環處都有一些叫做充公生財器具的做法。 但是近年,這種做法已經停止了。 換句話說,就算我擺賣,外面擺一百圍, 我最多是收你一張告票。 這張告票,就剛才說了,最多是三千,一般是一千。 這樣的阻嚇力,又怎樣可以令到為例擺賣的小販, 他們的食店會依從政府的法例去做事呢? 所以呢,在這個情況下,食環處的確未能夠 是扶起管理我們市民日常健康和食市, 這個依法去經營的情況。 所以呢,事實上,目前來說,我們看到食環處在這個管理日常的食市方面的確出現了一些問題。 而這些問題呢,是在資源上面得足的情況。 我們看到,目前食環處只有早上八點至六點一間, 另外七點至十一點一間, 來作為所謂小販管理主任。 即是他們才有權告。 那這些主任才可以執行他們的公務。 而因為這一個上班的時間,而造成了, 一般在這些最旺的時間 他未能夠帶領自己的隊員去執法 造成了情況是嚴離嚴重 我們觀察到只有過猶而不及 並未能夠因為他們的執法而可以改善 所以我覺得雖然梁國雄他們說 用削減他的開支作為 去懲罰或者對食環署工作不滿 雖然他們這種做法我不僅苟同 但是我覺得他們提出 也顯示了食環署工作是不足的地方 因此我希望局長能夠在這方面加以改善 特別在資源上的調活 相信食環署負責的工作相當多 包括日常的街道管理、清潔 和小販管理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需要 局長在資源方面加以調撥的 其中包括 現在的小販管理方面 大概每年是八億元 八億多元 而清潔的工作 和管理街市的工作大概是兩億多元 其實是不是可以在這一方面互相調撥 令到資源的確可以增加一些管理的人手 特別那個叫做小販管理的主任 即是令到這些人手足夠地去管制和檢控一些非法擺賣 而導致影響公眾的人的一些經營者 在這方面我覺得是非常之急需要做的 所以我在這個法言入面也都希望 政府不是因為拉布的問題 大家只是應付 而是實際真是希望局方能夠因應這個問題 梁國雄議員 我們要用這個所謂拉布的手段 令到政府 開頭想著不加的開支會變成加的開支 所以各位議員 你們想做的事 你就跟政府說去加 他聽你說的 你們去鋸火腿彈的時候有得說的 是不是 我沒有 是不是 很簡單的道理 香港人是不明白的 為什麼你減別人的東西呢 因為沒有得加的 就算你好像說高英文局長 屬下的那個局 如果政府認為不用加開支就不用的了 除非高英文局長說要加開支 不然我做不行 這個他內部怎樣做呢 就不關我的問題的 不關我的事的 即我講回高英文局長的問題 很簡單 我直接說 強衣金 即是說2008年 這個曾蔡英權為了 要應付保險界和醫療產業 界的郵稅 拿了500億出來 高局長接了手 這500億用不到 承擔了 你問這個世界 你說這個世界 多荒謬呢 一個議會 全體的議員的多數 叫政府承擔了500億 五年之內什麼都做不到 那500億到底 應不應該拿走又不知道 梁國雄議員 請你回去 我不是減嗎 高永文人工 他有份啊 雖然現在前面那個做的 我覺得他失職啊 是不是 他那個辦公室的開支應該削減啊 最少 最少都要 這個 削減一大部分 是不是 就是我講的東西 那現在 我問責那個局長 就坐在我對面 亦都是這件事的本題 其實我都很想 高局長 一會兒你坐在那裡 你又找筆 你又找筆寫 寫寫 我相信你都不應該看這個 我想請教 這個局長 如果你覺得我減你薪金是不對的 減你那個辦公室的開支是不對的 你接任的時候 這個 你上一任 有沒有交低那個所謂強衣金 那個file給你呢 有500億的承擔 雖然現在沒有拿出來 但是撥避了 鄧月娥 就是說要做的時候 就拿那500億 那500億是公帑 擺在那裡 你的上手有沒有告訴你 搞定它 如果沒有的 你有沒有看過file的呢 就是看一下 原來有一件事 是原空了的 梁國雄議員 請你發言人對著我發言 主席 我這樣折射給他 我問他責 主席 你老人家 你等一下問一下高局長 這個還不是醜聞來的 我 同記者講 不是我同這個 政府同記者講 就是說 政府拿500億承擔 就是好像2008年那樣 做的時候 就拿出來用 那現在高局長 你不斷你問他 你等一下 叫他回答你 然後才回答我 還是回答我都不理 總之十目所事 其實主席 議會是有一個原則的 你做主席 就是不在場者的利益 即是在看電視 那些選民希望看到 立法會怎麼監察政府的事情 所以我們的議員就不明白 我們都明白了 不用說 但是在看電視 或者在其他地方聽心機的人 是不明白的 我一定要略作解釋他才明白 這就是所謂第四者的利益 議會 那 高局長 我想透過主席問一問你 你拿了這個檔案之後 你有沒有告訴你的上司聽 即這個政務司司長聽 就是說 這件事應斷當斷 是不是 應該了結了 那五百億承擔 重億說不用不用 如果不用的話 是不是拿出去給梁議員 做這個全民退保 如果用的話 那個時間表路線圖怎麼做 沒有啊 是不是啊 我們的議員已經忘記了 他當日 在貪真底下 是通過了這件事的 如果是局長 這樣也看不到 你說是不是錯了 這個所謂醫療產業 這個這樣的概念 在梁振英的施政報告裡面 是沒有的 那你做局長 拿著那五百億 或者你有機會提過那五百億 你打算做什麼呢 有沒有這樣的概念呢 第二 你有沒有聯絡這個陳家強 他是這個局長 就是專管保險和金融的 他有沒有去盡過責任 是問一下保險界 政府有五百億了 他有沒有做到一些產品出來呢 是不是 有沒有呢 第三 你又是你上手了 在這個 帳目委員會 對那些私家醫院私家的條件 執行與不執行 不知道的 在我選區裡面 兩公頃的地 有一公頃是要來建豪宅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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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議員說 既然間你可以拿五百億出來放在那裡不用 為什麼你不拿五百億去救一下其他的人 你覺得是不合理 你有沒有跟這個開會的時候有沒有跟陳家強 和林鄭月娥 和張建宗 談談 我們有五百億不用 現在的議員說 拿五百億出來 又是承擔的 給了他們做這個全民退保 或者好像田北辰那樣做三級制 這個保障 有沒有講過 如果沒有的時候你當然失職 如果有的時候你告訴我 我不減你薪 主席 講回梁志祥議員 關心的 所謂大排檔的問題 我自己都 周遲有人來叫我寫信和求情 是嗎 即是說不要罰那麼重 主席 梁志祥議員 講的問題就是 將罰款變成了這個 經營成本 即是說罰款當是租金 為什麼會這樣 在外國人不用的 是不是呀 擺出門口 尤其是在亞熱帶的地方 一直都是這樣的 大排檔的意思都是這樣 只要一邊靠場 就可以煮東西給人吃 主席 這個又是租金太貴的問題 這個問責就不是高永文局長 是不是 就是這個發展局局長 陳茂波 加上這個運防局局長 張炳梁 主席 我們 商戶經營的艱難 是因為租金的上漲 租金的上漲 令到他們買了一間店舖的時候 是上手告訴他們 可以擺出去做 他是計算在成本上 在我的議員辦事處裏面 充滿了這些個案 主席 一個政府不能夠 一個政府說要輔助中小企 而不能夠對於租金的壓抑 做事 必然出現了這個現象 梁志祥議員 那人擺出去就是覺得 喂 你一張票二千元三千元 就這樣打馬上 都有數計有數為 那就繼續了 是不是 那你說我去過問這個問題 說要減光他的人工 是不是應該 當然不應該 但是不是這樣怎麼做呢 因為加人工 就像梁志祥議員這樣講 如果他不行的 執法不夠力 不力的話 可能是資源的問題 你就加錢給他 是不是 你又做不到 因為我們的議會 是做不到這件事的 我們議會的政黨 不是特首的政黨 特首不可以有政黨 特首的政綱是他自己 空中留國的 我不想離題 所以高英文局長 我覺得你今天來真是很好 我希望你待會交代一下 享醫金的去向 那五百億 白在那裡 雪到變成雪條的 到底對不對得住香港人 是不是 我們有很多這個 那五百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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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了 冬了 可不可以動用來做 防疫 可不可以動用來做其他事情 一個政府如果將五百億 要成擔擺擺擺擺擋 草株高角 我們怎樣監察政府, 我在這監察政府, 或者我是用你們所謂說的拉布的方法, 希望做一個制度性的建設, 就是五百億承擔, 令到這個長者在四年之內 有機會每年拿三千元, 就是這麼簡單。 只可惜, 剛才蔣麗芸議員還好笑, 她說我很幸好, 我記得去駁她。 她說, 你們的議員 是在這裏拉布, 輸的是立法會, 輸的是立法會, 一個立法會, 由前朝到現在, 議會的多數都說, 同老人家講, 每一次競選, 由區議會到立法會, 接到特首選舉, 都是說, 我會給全民退休保障給你。 梁國雄議員, 你離題了。 這個不是對立法會的無用嗎? 民建聯十九年前說的, 現在做不到。 梁國雄議員, 你離題了, 如果你不快, 只要回來這個議論的。 不是啊, 主席, 因為你未坐上去之前, 蔣麗芸議員未走之前, 我聽到, 但是主席都說他是離題的。 好嗎? 你如果繼續離題, 我會停止你。 他講了三分鐘才離題, 我一講了二十分鐘就夠了。 你是講了很多個鐘頭了, 梁國雄議員, 如果你再離題, 我會停止你發言。 主席, 主席, 一個議會沒有人講話, 講話的人是錯的嗎? 議會不是要來議事的嗎? 應該是議事, 現在是要講回這個辯論的, 財政預算的逐條。 是,明白。 那麽高永文局長坐在這裏, 是受司長領導的。 這個林鄭月娥司長和曾俊華司長, 我不計另一個司長, 強國元了。 他兩個去領導的政府, 是沒有去為老人家做事。 二一,高先生, 那個局多了五百億, 我只是說你左手交右手。 是不是? 民建聯可以投, 即是, 給五百億, 或者我們的席議會的多數, 可以給五百億政府做一個空中流角的事, 不理。 有議員說, 有五百億, 不如救一下老人家, 有什麼錯啊? 是不是啊? 我問那些議員, 你當年給了五百億, 你記不記得這件事? 田北辰也沒有發肯的, 他還未來。 這樣就可以的, 啊,田先生, 你這個公司, G2000,放了五百億在這裏,說要改革銷售網絡,五百億放在這裏五年,你是不是炒了CFO? 是不是?那些錢不能動? 主席,是常理來的,你有什麼理由說一個議員,去叫政府有三萬億,拿回五百億出來, 那五百億是承擔了的,不用的,去做一些救老人家的事情,是離譜的。 現在我們的問題就是,我們議會的多數,年復一年說要做的事情做不到,這個就是立法會輸的原因。 不是有人告訴他,立法會的多數是已經說要做,做了十九年了,今年應該做。 如果因為這樣,立法會的明星要敗壞的話,我告訴你, 即是說謊話的人,是姓人。 說國王沒有穿衣服,那個小孩是錯的。 盧偉國議員,請你停止發言。盧偉國議員。 多謝代主席。 主席,我在昨天發言裡面, 舉了一些例子,說明修正案裡面有很多是真是不合理,也都是莫名其妙的地方。 梁國議員,就質疑我為什麼在前面拉布時間不發言,到主席說展布才發言。 道理好獻錢。 田傑拉布時間我發言的話,就會被人視為拉布的幫兇。 現在主席已經定了一個發言的時限, 我都有需要,就這些不合理的修正案提出意見。 亦都是反映我們業界的意見。 亦都是對於那些在這個拉布過程之中, 被針對謾罵的各級官員,相關人士, 和一些專業職系的公務員同時, 拿回一些公道。 修正案182, 有關這個總目47, 是說要削減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僱用服務和專業費用的全年預算開支, 涉及一億七千多萬。 如果這個修正案是通過的, 就等於癱悶了政府在資訊科技方面的服務, 亦都是嚴重地打擊了, 提供這些僱用和專業服務我們IT的同業。 修正案表決編號694至703, 這一系列是針對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 推出過後及的不 şu堅定性計劃費的上載177萬。 我們要請客公冊的支持。 選票2103, 對 Rahish 你 作 awful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全年加移4165萬。 追傲單是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全年quiera IS 全年人人總開支是140 repaired iera掉南大學議員, 遁旦在 Yoko面上的201253個結寫金劃, 提供 firsthand和 direct媛的加密會比較 Yousid 請 recall 參差 máxim要 Natomiast 盧偉國議員 譬如說其中694和695都是削減大約是相當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全年運作開支 說的是147億又多 如果這個修正是通過的話 等於本會就會癱瘓了香港的專訊教育運作 我們議會裏面有好幾位同事在大學有工作的 都可以在那邊放假全職做立法會議員 所以這些是否不合理的地方呢 再者裏面到702到710 總目194就是水務處說 水務處 裏面是削減水務處員工個人薪酬 薪金的全年運算開支 13億又多 削減水務處登級電力的全年運算總開支等等等等 這些就等於 將整個水務處的運作完全停頓 也削減710 就是說相當於水務處向廣東省購買食水的全年運算開支 代主席 我世事都經過香港四日供水四小時的艱難的時期 在各方努力之下到今天我們有穩定可靠乾淨的食水 那為何我們要提出修訂案 是要可以說是完全削除整個水務處呢 所以我覺得這些為拉布而作出的修訂 為拉布而拉布我認為是不可取的 所以 絕代主席先生 我今次發言 是再次 表示我的立場是支持預算案 也都反對這些無的放始 甚至是莫名其妙的修訂 昨天梁高雄議員也都說 盧偉國你會不會有什麼指令要你在這個時候發言 如果假如有指令的話 這個指令就是來自我的業界 來自很多公務員隊伍裡面的專業人士 其他很多各個行業的工程師 他們對這些不合理的修訂案的反對 我覺得是我有責任待他們發言 也都實際上很多市民 對於這七百多條的修訂案究竟是說什麼 你未必知道 我們透過 今次的議會 能夠使到市民知識多一些裡面的實情 我覺得都是值得的 主席 我們反對這些無的放始的修訂案 多謝 陳恒鵬議員 主席 這幾天 十一日以來 一直在審議 政府的財政預算案 的一些修訂拉布 我發覺所提出 削減開支的這些建議 都是沒有什麼理據 也都沒有什麼心思 總目六十二 裡面提出要削減房屋處 長遠策略檢討的經費 我覺得 搞長遠房屋策略是市民所想的 也都需要做的 如果你說真的要懲治一下房屋處 要削減他們的經費 起碼你都想一下 不如削減一下調查組 因為根據報章所說 曾經有立法會議員 現在還在住公屋 每個月八萬多元可以住公屋 市民就覺得 很荒謬 為什麼這麼多年 一直霸住公屋 可以不放出來 現在在這裡住 所以 是不是調查組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 這些削減開支 提出是不公平的 有句成語 就叫做 雀籌溝漸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班溝這種雀子 他不懂得建屋 他用自己的體力 用自己的武力 去佔據其他人 辛苦而捉回來的巢 有些議員 經常在這裡說 政府為什麼不用這幾百億 去幫助窮人 為什麼不用這幾百億 去幫助住在農屋 公屋裡面的市民 但是那些議員 為什麼不想想 把自己家屋出來 去接濟一下 現在輪候著公屋 輪候著公屋 而天天住在 劏房裡面的市民 要霸住公屋 不放 就總是要 一路都不肯走 所以我覺得 如果要懲治 要懲處 是不是應該是 房屋處的調查組 會更加適合呢 但是這次 他們這個削減開支的 組目裡面 沒有提到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心思 另外呢 有市民也都說 如果要減薪 要減那些開支 就應該減些什麼人呢 就應該減那些拉布拖垮社會 玩電梯製造樓會 煲煙玩火水浸立會 那些人 那我覺得呢 民間有自衛 自衛在民間 就總好過 在總目139 說要減高局長的人工 高局長上任以來 大家有目共睹 他日夜奔波勞碌 為我們的醫療 所有的工作 大家是一致認同他的 但是偏偏 在這份總目裡面 就是要減他的人工 有沒有搞錯 麻煩公道一點好不好 就算你要提出拉布 都不要強行來 我覺得 如果 議員提出的一些議案內容是合理的 我們都會認同 但是 如果提一些 沒有理據 為拉布而拉布 在浪費我們社會 浪費我們市民 的一些議案 那是何苦呢 今天已經是十一日 用了二千多萬 各位市民 我很替大家心痛 也很替香港心痛 我們覺得 我們的議會 用一些時間 放在這裏 這麼多日以來 我們很多委員會要處理 很多民生事項要處理 就是偏偏被四個人 拉著我們整個議會 拉著我們整個香港 那是不是 我們社會要這樣繼續下去呢 那希望 各位市民 你們應該要支持展報的話 大家就要站出來 去支持我們這班 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主席 的確是我有先見之明 毓民和大舊因爲憤怒 而離直抗議 我都知道 這個保皇黨的伎倆就是 最後來想著沒有人講的時候就講 就罵完就走 會議紀錄就好像沒有人搏他那樣 幸好我留在這裏 主席 我講著高永文局長的事情 是很明顯的 我就是説 他有沒有去看一看 那個強醫金的file 我沒有講過其他事情 是不是 那你這個陳恒鵌你挑撥理解什麼 第二 麻煩你 有些想像力 田北辰經常說我們香港缺份想像力 你以為我真的可以減到他們的工資嗎 你認為是真的嗎 阿哥 看看童話 走去 你的書解有沒有童話 我送一本給你好不好 阿哥 主席 有假無假 我們那個財政預算案 長期以來 如果政府不同意的話 就只有有假無假 否則都不用說了 長江國議員 你又重覆了你很多次 你的論 對面聽不明白 聽到的 聽到 主席英明 現在就到我去講回 盧偉國 即是講的話 這個教資會 是不是失職呢 當然是失職啦 你看看大學教育就知道啦 是不是啊 長期以來 就是 全資大學教育的入學率 是適齡學生 即是應屆學生的 百分之十九 由十八 升到十九 只有一點 教資會 在整個大學的規劃上面 非常失敗 教資會 看不到大量的 全資大學 為了適應 這個經費不足 大量收取外來的學生 來彌補這個資源 教資會 看不到 政府 由於董伯伯說要有百分之六十的 適齡學生 讀到大學 而出現大量的 副學士 這個 的現象 這個副學士本身 不是 是 提供相應的 設施給他們 有一個適當的 涉及課程 主席 一個這樣的教資會 十年之內 十年之後禍港 我要提醒 又是你們支持的 董建華 回歸之後 叫梁錦松 用商人去搞教育 用商人的角度去搞教育 主席 主席 書我直言 梁振英做的 校董會主席那間城大 是破天荒地出現了 招聘 這間廣司 全部都沒有實任制 現在全部用合約制 以前有實任制 那些繼續等他死了算 一個大學 的講師 一個大學的教書的人 每三年要問一下大學 你還請不請我 侮辱斯文 你教資會講過什麼 有沒有出現過 全世界有沒有出現過 那間大學 就是說 要消滅實任制 如果 一個先生 連自己將來 有沒有教書 都不知道 怎麼教書 主席 減了他人工 當然開玩笑 是不是 那你 盧偉國說一下 到底教資會做了什麼好事 你們不是每天說香港的教育失敗嗎 是不是 現在我講回 這個教育局局長 吳克劍 阿哥 梁振英上台 到現在只有十個月 是不是 這個 國教問題 到今天都未解決 到他現在上來按這個 看股票 那現在 這就變成了 傳統 就是李國章 上來打機 主席 這個局長 應不應 減薪 人工 這個局長 玩都不要緊 玩只要浪費了兩分鐘 這個局長 是 梁振英 自己講的 量點工程 他都做不到, 他是沒有問到司長拿錢來做事, 他不明白教育的特質, 是十年樹木,八年樹人, 他不知道教育事業是軟件先, 是先生先, 如果他不去拿錢做私資訓練, 十五年免費教育的先生怎麼來, 給錢就可以了,加薪的人就懂教書了, 這就等於, 各位說,很多人就說, 香港的教書先生的人工不錯, 比起英國和美國是高薪的, 一般來說, 但是人家教書的人是著重, 你那個學院裡面的軟實力, 你有沒有這個相應的研發基金, 主席, 主席現在回來了, 這個真是主席, 做過教育事業的, 你不刻劍, 即是我在說削減教育局局長的薪金, 那個在議事堂按機, 看股票不計算的, 輸他無罪, 當他二點利益歸他, 我說回那些大政策的事情, 這個曾俊華, 作為一個司長, 特首說要做的事, 局長, 沒有來拿錢, 你都問問他, 阿哥, 林鄭月娥都要提醒, 曾俊華, 打到來了, 這個立法會公聽會那裏, 啵啵啵聲, 是人都罵他, 所有持份者都罵吳克劍, 要不需要幫幫, 幫幫阿劍劍啊, 阿劍仔啊, 沒有啊, 這是什麽團隊來的, 等於我說你一樣, 你有沒有給個file, 陳家強看, 他有沒有找保險佬跟你談? 沒有啊, 那就是, 炮湯啊, 是不是啊? 強衣金, 那麽不放在那裏, 主席, 吳克劍要減薪當然是抵到爛啊, 叫他做國教, 國教就是什麽呢? 國教當然是, 其實梁振英罪概慢捨, 因為他明知道曾蔭權不想做的事情, 他接了個波之後, 自己又不去做, 叫吳克劍去送死, 他那些罕將啊, 什麼張志剛啊那些, 就完全躲在幕後, 所以吳克劍, 這個, 這個, 啊, 盧偉國, 這麽關心教育的, 那你又講一下, 一會兒, 到底一個局長這樣對不對? 有兩個司長, 中了一個局長, 繼續犯錯對不對? 那你很難怪的啊, 那局長真的事無鬥志, 來到這裏, 好像地獄一樣, 就按機, 沒有東西做, 主席, 上有上難, 下有下崩, 我們的大學教育, 由梁振英做校董會主席的成大開始難, 消滅實任制, 提倡合約制, 什麼大學來的呢? 學點啊? 你們, 你們這麽喜歡為, 市民人講話, 為什麽你不是成大的, 的, 這個講師, 或者, 在教書的人講話, 你這麽喜歡為學生講話, 你爲什麽不指出, 這個吳克劍, 不向政府反映一個, 最基本的事實, 就是因為經費, 大學的經費不足, 令到大學本身, 是要多收外國的學生, 外地的學生來彌補啊, 你爲什麽不指出, 那個所謂配對基金, 是沒有用的啊? 有沒有做過事啊? 我減了薪金, 應不應該啊? 我都未講, 國際學校的大醜聞, 我們在教育局, 和他相關的, 司長, 縱容這個國際學校來香港, 賺錢, 喪失了國際學校, 是應該給, 在外國來做事的人員, 或者來香港服務, 或者來香港教書的人員的子女教育, 是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一個學店,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不過主席未聽過, 我住在啟業村, 我走出來見到一間, 叫啟力的學校, 是高到媽媽不認得的, 這間是學店來的嘛, 我們的政府是, 不建公屋給一個, 英國的財團, 辦學的財團, 在一個窮人住的地方, 那裏製造一間, 輝煌的, 學校是給那些有錢人去讀的, 是給那些有錢人, 免得送子女去外國讀, 不是給那些, 來到香港服務, 而她只要接受相當於, 他們國家的水準的, 學校, 教育的人讀, 不是失職是什麼, 是不是啊? 連張宇人都會講, 搞了那麼久, 那些事情, 第二, 直資學校, 向這個國際學校, 傾斜,掛勾, 我們香港的中學生讀什麼書啊? 我們香港的中學生, 怎樣出頭啊? 代貧窮, 怎樣解決啊? 那你不可以見這個局長, 你那個那麼喜歡他的, 你出來跟他辯護一下啊, 我就是說減了他的工資, 是不是啊? 盧偉國就是最直率了,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好人來的, 他就是說, 因為我不贊助你拉布, 所以我不會回答, 那你其他人回答咯, 是不是啊? 你們民建聯那麼多話說, 說咯, 我現在繼續攻擊你, 講到明是攻擊啦, 是不是啊? 那你民建聯, 又做過什麼, 去糾正吳克劍的錯誤呢? 有沒有啊? 有沒有啊? 有沒有為, 這個, 幼兒教育的受害者, 包括家長, 老師, 林大輝最清楚了, 搞了幾場的, 這個聽證會, 有誰稱讚過吳克劍的? 吳克劍說聽了啦, 會做事啊? 有沒有反映在, 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上面啊? 有沒有反映到, 他盡責地問, 司長拿錢啊? 我不幫得他的嘛, 我只要減他的嘛, 是不是啊? 我要問司長, 喂, 吳克劍不行啊? 你有沒有給錢他啊? 那我跟他沒辦法談的嘛, 那你那麼多人, 你們那邊那麼多人, 如果你恨鐵不成鋼的, 那你就叫個, 叫個鐵仗打一下他咯, 賺點錢, 你們為什麼不做呢? 我再講一次, 在這個議會裡面, 我是沒有能力叫政府給錢的, 我唯一的能力, 我剛才講過, 有的人說, 長毛, 你那麼多東西, 為什麼你只是, 要, 要,要, 為長者講, 長者不能出聲啊, 要快死啊, 有緊迫性啊, 我都跟主席講過了, 任憑藥水三千, 我止水一瓢渴, 不是我, 不是我不想為大家做事, 而我沒有那麼多力, 為大家做事, 講得, 講得老人就講不到教育, 我又再問啊, 你們啊, 說我無的放肆啊, 你為, 你為香港的學生做過什麼東西, 進過什麼研責, 如果你覺得大學教育, 資助委員會這麼重要的, 你解釋啊, 為什麼大學教育會崩壞啊, 你解釋啊, 是不是啊, 你也解釋不了, 那為什麼不是制裁他啊, 是讚譽他啊, 主席, 其實, 我都是為了我的尊嚴, 為了這個議會的尊嚴, 繼續講, 因為老人家批了, 說, 一點鐘要講到, 是不是啊, 如果沒有人發現, 現在已經全部拉閘放狗了, 放了狗出來的啦, 那些狗都不咬人, 那怎麼辦呢, 原來這個議事廳, 原來這個議事廳啊, 原來這個議事廳啊, 您15分鐘發言時間, 是的, 請你坐下, 不是,我繼續發言, 請你先坐下, 有沒有其他委員要發言, 葉建源議員, 主席, 就住這個削減教育局長, 和這個大學資助委員會的, 那個費用和薪金那裡, 我想有以下的意見, 其實也都是想回應, 剛才梁國雄議員的講法, 梁國雄議員剛才所說的, 有一些地方, 我覺得需要更正的, 關於這個, 譬如, 這個, 這個, 父學士的問題, 其實嚴格來說, 就不關大學資助委員會的事的, 應該是教育局的問題, 因為教育局的政策的問題, 甚至乎這個, 這個, 大學的, 那個, 學士的名額, 也應該是教育局整個政府的政策 這個跟大陸教育資助委員會未必有關係那麼大 但是講到實任制 就很明顯這個跟大學子本身 跟大陸資助委員會都有關係 所以對於梁國雄議員 剛才對於教育政策的批評 大底上我是支持我是同意的 只不過在一些細節上面 是有一些需要釐清的地方 過去的情況是令到我們相當失望的 一年來的教育政策在我們的財政預算的辯論當中 經常都被各黨派的議員提出來 作為一個批評的對象 這個已經本身很清楚表明了 我們對教育政策在過去一年的不滿 我們暫時都找不到有些什麼地方 我們是可以在議事堂裡對它加以讚揚的 但是對它的批評就觸目皆是 包括剛剛梁國雄議員提到 國際學校的問題 國際學校的問題很明顯跟今年的政策很有關係 因為今年其實有一些新的國際學校落成 包括舊的比如哈羅學校 這些高收費的學校 剛剛梁國雄議員提到啟業村 有一間新的高收費的國際學校 在我以前居住的地方藍田 我過去的母校的地盤 現在也都交了給一間新的國際學校 這間新的國際學校會收費是逼近哈羅學校的 是十幾萬一年 藍田是一個什麼的社區 是一個基層人士集中居住的社區 啟業村亦都是基層人士居住的社區 哈羅學校所處於的位置屯門 亦都是基層集中居住的社區 為何在這些地方 我們是會將這些寶貴的土地 撥給高收費的國際學校 這些高收費的國際學校 既不是以當地的居民為它的服務對象 也都不是以外地來到香港工作 一般的專業人士 一般的基層來做 我們現在見到的情況就是 我們的很多的領事 告訴我們他們的子女 都很難找到國際學校 國際學校的學位 但是實際上 香港的國際學校的學額 佔香港整體學額的比例 是全世界最高的地方之一 也就是說 差不多我們現在 一百個學位當中 我相信已經差不多有五六個學位 在國際學校 國際學校的比例雖然很高 但是離香港工作的外籍人士 他們幫孩子找學校 仍然相當困難 而且他們普遍反映 香港的國際學校收費非常之高 超出了他們的負擔水平 這種情況是妨礙了香港的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的角色 也都是違反了國際學校本來成立的宗旨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覺得香港政府教育局 是必須好好地去檢討這個問題 然後作出一些調整 在高等教育方面 那個問題也都非常明顯 香港的大部分學生 如果想要進入這個大學讀書 在八大院校的名額 現在仍然比例相當低 而很多的學生 他們將會要進入 副學士的課程讀 這些副學士 現在大部分是自資的副學士 也就是說整個副學士課程的費用 絕大部分是由學生自己承擔的 由副學士課程的校舍、租金 到教師、到各種的設備 全部都是由學生承擔 為什麼香港的高等教育出現一種 要麼你就得到很高的資助去讀八大院校 要麼你就沒有呢 為什麼之間的懸殊這麼大呢 而副學士課程不幸地 也都比較多基層的人士去就讀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整個的政策 是不是應該要做一些調整 政府在副學士這個環節上面 是不是應該有更大的承擔 令到我們的基層的學生 如果進入這個高等教育的時候 他們的負擔 經濟負擔不需要那麼大 不需要畢業之後 繼續背一身債呢 幼兒教育也是 幼兒教育大家眾望所歸希望 很快能夠實現的 也都是特首已經承諾了一件事 就是希望我們有十五年的免費教育 我們幼兒園教育可以高質素 而且免費 但是這個理想 這個這樣的夢想 在我們的過去一年裡頭 在局長的領導底下 我們似乎看到是越來越渺茫 越來越遠 這種情況呢 也都令到大家很失望 整體而言 教育政策在過去一年呢 我們是並沒有什麼令到我們很欣慰的地方 我們覺得香港的教育其實基礎是不錯的 我們擺下教育的錢也都不少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擺下教育的錢 能夠更加好運用 也都希望我們的教育經費 能夠有所實質的增長 因為我們的教育質素 的確是我們整個社會 那個將來的命脈所係 但是今年我們看到 我們的教育的財政預算 也都令人非常失望 我們看到的就是 主要的就是 這個五十億的羽民基金的撥款 羽民基金的注資 是並沒有一個清晰的計劃的 我們不知道這筆錢將會怎麼用 第二個 給我們最大的一個刺激就是 因為他將四點八億 放在一個尖指的掌學金計劃裡頭 為什麼會放在尖指的掌學金計劃呢 政府告訴我們 就說是因為我們要吸引更多的香港的尖指 去外國讀完大學之後回來投身教育 也都希望他們去到外國 接受外語的教育 就是英文回來成為英文教師 或者英文出色的人 但是如果我們真心要培養好香港的教師 令到更多的有心的人成為投身教師的話 政府首先要做的並不是做這個尖指掌學金計劃 而應該是將令到香港的整個教育制度 能夠回復正軌 這個教育制度能夠吸納更多的新的教師入職 令到整個教師隊伍不會出現一個清亡不折和斷層的現象 而現在我們看到的情況就是 大部分的私訓學生正擔心他們根本有沒有機會入職 當大部分的私訓生擔心他們有沒有機會入職的時候 首先的問題就是有沒有人再願意去進入私訓系統 有沒有人再願意去報私訓 包括去外國讀教育回來 其實都不知道找不找到事情做的情況下 這個這樣的計劃 能不能夠幫到香港的尖指掌學金計劃 能不能夠幫到香港的教育 香港的教師的培訓呢 這個是很值得懷疑的 而且根本我們都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到 就是當我們的學生去了外國 例如哈佛或者士丹福或者其他的出名大學之後回來 一定會成為出色的教師 因為出色的教師一定要有心有力 有心是很重要的 我想我們不可以說 有些尖指去了外國讀完書回來 就可以令到香港的教育活然一生 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不能夠真真正正為香港的教育財政 給了一個前瞻性的計劃的時候 我們整個教育部門 在我們過去一年裡 比我們失望遠大過一些實質的 我們可以欣喜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希望政府 我希望教育局 能夠好好地深思 他們整個政策 好好作出規劃 令到香港其實我們有好的基礎 可以向前邁進 包括我們北區的兒童 我們整個整個香港人口的規劃 包括中學的宿班殺後等等的問題 這些都需要香港政府好地做的 多謝主席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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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國雄議員 主席 梁國雄議員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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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國雄議員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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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主席? 即是說,我們現在這個議會裡經常跟我們講,有制度, 就算沒有制度,都有倫理, 制度其實是不重要的,倫理才重要, 因為你守一個秩序,因為倫理上信他才行。 兒子去孝順媽媽,你以為他真的覺得媽媽為奶給他吃嗎? 他在倫理上覺得應該這樣做,所以一個自家如此,孔子有魂, 修齊自平,誠意正心。 一個制度,輸了的人,選民唾棄的人, 你去跟議員說,贏了的人怎麼說呢? 真是老實說, 根本都不應該存在在那裡的。 主席, 這個敗壞的制度,一而再,再而三。 這個民建聯,一知獨勝, 主席, 主席 如果一言不合打起來 或者利益不能軍殲 而被人用國內特有方法扣留 用不正常的手法去拘捕或者上訪 我們的議員辦事處 這些投訴都應該不在少數 我亦都親自打電話給局長 救過一個港人 他就說原來在武漢的黑奴 找到那個女士 真的被人非法囚禁了 他救運 我去打給局長 局長就找到他 不過那個女士說我不要緊 我放出來我都繼續維權 我繼續去 主席 在這個問題上我記得 陳偉業議員說那個疑似粗口的時候 就是林瑞麟局長 當然現在已經 快要讀完耶穌回來了 他就說我們是不會跟內地的官員 告訴他們應該怎麼做的 這個是不適合的 不尊敬他們 當然這個是本屆政府認了一個新由 做人的態度 我們要想一下人家怎麼想 這是對的 一般上 但是做一個政府政策說出來 就是錯的 做人的態度就是對的 主席 只有這一點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內地事務局只有四個辦事處 如果港人在內地 受到冤屈 我們這麼廣貌我們的國土 那有沒有分工的呢 是不是共產黨都有 是不是 什麼華中局 華南局五十進經 一解放全中國的時候 分五個局 是不是 我們有沒有呢 有沒有相關的分工的呢 或是三個和尚沒有水吃呢 是不是 你做了這麼多的辦事處 喂 那些還是四合院來的 那些 那些還未算 為什麼用四合院辦工 只是這一點上面 應該要削減他的人工 就是說 主席 香港人上去賺錢也好 遊玩也好 他遇到一個不可抗之力 這個不可抗之力 當然是人家的制度 或者人家的文化 或者因為利益的爭端 而受到枉屈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相關的機構照顧的利益呢 還是由辦商務的人 走去處理的利益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工聯會 王國興看一下 工聯會 不是有幾個辦事處 在華南地區 說有事找我 喂 主席 工聯會 工聯會 都懂得說 喂 講人有事 你找我 我幫你搞 主席 我們的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有沒有出過一個宣傳 就是說 食夜飯粵 哪裏 沒有錢大哥給的服務 就是說你有事找我便可以了 我是為你服務的 為人民服務 有沒有呢 我沒有 我查過我沒有 真的沒有 沒有說 你有什麼事找我 你在哪裏就在哪裏找我 譬如現在你在華南 就在華南找我 你在華北就在華北找我 你在華東就在華東找我 是不是 沒有的嘛 這個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 作為一個局 下面的 相關的機構 在港人 於內地有麻煩的時候 不論他對還是不對 不對的 就提供這個相應的 就是服務 就是說譬如他真是犯了事 或者他真是不對的 可不可以 代表他 應有的法律權益 有沒有呢 有沒有呢 有沒有建議過 可能有法援延伸到國內 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在這點上面 內地的含意是什麼呢 是不是 主席 天地良心 我相信 在這裏的議員裏面 一年最少收十多個file 就是說 喂 我在內地被人屈 如果我們 今天不去跟這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的內地 那部分 問責怎麼搞呢 梁振興經常說內交 沒錯 你是要跟大陸交往 沒有反對的 但是當 香港人在內地受到冤屈的時候 有沒有人代表他是你 沒有 那就即使一句話 為官不為民作主 不願回家賣番薯 那我叫他賣番薯 番薯是便宜一點的 阿哥 那為何要給他吃米 那便減薯 那便減薯 煮番薯食便行 或者煲糖水 是不是 這個只是講了 公其一點 不及其餘 其餘的當然是這個 政制的問題 主席 你自己親眼看到 由三部曲變成五部曲 五部曲 即是複雜一點 分五部來做 即是說對照三部曲 的時候 做一個詳細的 有關於香港未來政制改革 需要的時間應該是長一點 按比例 即是說 在貪爭時代 需要三年的 現在應該是四年 因為五部曲 還是你特首先行 現在 即是特首不開球 是沒有人可以開球的 金盤是輪到 我長毛開球 這個廖長哥是不可以哪支Q 買開的 開了球都沒有用 不計的 那些特首 不去開球 死都拿著Q 咬到爛了 我大把時間 那場球怎麼打 五部曲 我就調查過了 他真的做 已經差不多開工了 如果是 因為這個人聰明 先試一下風向 現在你加了五部曲 人家三部曲都開了工了 你五部曲還不開了工 用硬硬腳 那你說是不是先失職 這個 這個梁振英 還有一句說話 有時間 那你要解釋怎樣有時間 是不是 你有沒有一個藍圖 阿哥 雖然現在我們知道 現在已經是聖橋的 取代聖梁的 那你就早點跟香港人說 香港人會原諒你的 是喬太守亂念的這件譜 是不是 現在不是姓梁發事 還有很多 那你就要 阿哥 就算是 阿翹 乔老爺 去打那整整幾局 你都要開別kam 一棍打下去 砰一聲 打開了 那這樣梁振英 不做這份事 那下面那位 政制及内地事務局局局局局長 又不理 主席 我已經講了很多次 為人臣者 鑑為一也 你做人的臣子 鑑是最重要 你鑑都不鑑 阿哥 你想一下 你最重要的是 你的主人或者鬼任你那個人做錯了 你夠膽講話 不行的 你說 這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保護內地港人不力 叫你做回你的政制本行 又不力 主席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應該 這個 丙不直輸 觸犯龍眼都講 喂哥 你只是叫那幫保皇黨 進去深圳那裡吃 喝杯茶吃個包 是不行的 你要叫泛民那些人去 是不是啊主席 我最清楚的是 你2003年 輸到媽媽都不認得 那時候雲建聯 你是否說先做個元卓會議 就談一下 不在香港 不在北京 他是這樣說的 喂你也有這樣的智慧 他沒有的嗎 十年生罪 十年教訓 我真是問他就是對的 如果你做局長已經帶了我去北京 是不是啊 去逛街 喂 你現在整個問題 騙聽騙信 不鑑 作鑑官視為失職 阿哥 那你怎麽 怎麽開始整個 的諮詢過程呢 那你怎麽阻止佔中呢 是不是啊 你有事的時候佔中 便做不到 你有得他 無論如何 你放在場 胡志偉議員 你是否想起 你會想起 哪些人 吳末國暢達 你會想起 不能起 你會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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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аю 所以 你會想起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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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全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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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 我對於退休保障的問題,不僅是在19年前的關注 我在1985年的時候,我當時是立法局的議員 我已經在當時的局中提出關於退休保障的動議 促請政府解決退休保障的問題 與此同時,我參加了基本法起草的工作 起草期間,我和勞工界的代表一起 要求在基本法裏列明市民可以享有退休保障 現在我們看看基本法第36條當中 也有明確列出引述 香港居民有依法享有社會福利的權利 勞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 受到法律保護,引述完畢 所以在基本法也有明確列出之後 我覺得其後,港英政府也對於這個問題 比以前重視了 所以在九十年代初的時候 當彭定康擔任了港英的港督之後 也曾經提出過一個由政府注資一百億元作為起動基金 並且由全港的僱主和僱員 徵收百分之三的公款 隨收隨資的老年退休金計劃 而當時民建聯和工聯會 亦都一同推動一個叫做 老有所養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是要求全港的僱主、僱員和政府三方面 公款的隨收隨資的全民退休的計劃 不過在九十年代的中期 當時因為香港社會對於隨收隨資的老年退休金計劃 有很多爭議 例如爭議的地方有幾個方面 有些是關於計劃是否具有可持續性 以及會否重蹈眾多福利國家 推行老年退休金失敗的複折 另外也有些意見認為 有些已經本身有過退休保障計劃的僱員 例如公務員等等 他們亦都不想再增加供款參與這個計劃 最終導致港英政府當時撤回了有關計劃 改為推行強制性的公積金計劃 雖然當時我的確 我們對港英政府撤回老年退休金 以及拒絕推行中央公積金 我們是表示不滿的 不過我們也明白到 這場爭拗所帶來的教訓 以及持反對意見者的擔憂 以及認為如果要在這些方面取得共識 亦都是不容易的 我們經此一役之後 民建聯亦都繼續希望可以爭取到一套切實可行 具有可持續性 以及能夠得到社會廣泛共識的退休保障制度 因此我們在2006年的時候 在本會裏有人提出過動議 說要求特區政府設立可持續運作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這個亦都跟民建聯過去的立場相同 所以我們當然支持了有關的動議 然而張超雄議員在去年所提出的動議 當中指出將長者生活津貼 視為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過渡方案 並且要求完全免除了長者生活津貼的入息和資產審查 這個和民建聯的立場有所違背 所以我亦都就有關的動議 我們提出了修訂案 就此也有人指責我們在張超雄議員的動議 投了棄權票 而且形容投棄權票是完全反對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制 這個我們覺得是否公道呢 如果按照這樣的推論 這樣的邏輯 人民力量和社民聯都反對我的修訂案 那是否有意味著人民力量和社民聯同樣反對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呢 那麼梁國雄議員都口聲聲說要爭取五百億元的起動基金 推行這個全民退休保障 不過呢 這五百億元 是不是真正能夠足夠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呢 這五百億元的起動基金的具體運作安排又怎樣呢 相關的配套行政費或者各樣的安排又怎樣呢 那這些都是一些都很關鍵的核心問題來的 那但是梁國雄議員他沒有什麼論述 那此外呢 我們發覺也都社民聯同人民力量 就經常批評政府 就說政府透過設立一些基金來落實政策這些這樣的做法 是削弱立法會監察有關基金運作的角色和效能 那又指責呢 政府經常透過不同的基金呢 將不少支持政府的人士安排去基金的管理啊 或者是督道委員會當中 又說這些叫做什麼政治酬勇這樣講 不過現在他們又說一反常態呢 又要求政府呢 就撥五百億成立這個起動基金 那在過去這三個星期的拉布 在立法會這個拉布的活動當中呢 我都有在假期裡面都落區 我們進行了這個反拉布的簽名 或者有時候擺街站 甚至呢我最近去保蓮子獄罰 都有很多的市民主動走過來跟我講 就看到現在立法會這種這樣的狀況非常不滿 他們對於呢 四位拉布的議員劫持 那個議會浪費大量寶貴的議會時間和公帑 提出七百多項無聊所遂無異議的修訂案呢 都是感到非常憤怒的 那麼我曾經有一次在一個餐廳呢 見到一位適應 他不相識的 不過他認得我 他說到拉布這件事呢 他說唉 在電視看到這些新聞的時候呢 他差不多想打爛電視機 那麼 所以呢 這些在座來說呢 市民呢 對於這些這樣的戰報行為呢 都是很反感的 那麼這次呢 就是泛民陣營呢 在開始這個 財政預算案的辯論當中呢 那麼他們已經表明了 就是會反對人民力量和社民力量 這些審議財政預算案當中的拉布 並且呢 和他這兩個黨的行為呢 是進行切割 或清界線 那麼這一點呢 我們是感到安慰的 那麼但是很可惜呢 當曾主席決定 運用九十二條去 作出限時的辯論之後呢 那麼他們 又諸多指責 又說是配合行政當局等等 那麼 令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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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力量和社民聯 這兩黨呢 是 就是 變了 有一種 好像 變相 支持 拉布 那麼 就是 開賽又說 跟他切割 但是後來一度說說 要 主席一動用這個九十二條的時候 限時辯論之後呢 他們又出來反對 那麼 變成 就是 又 反對拉布 又好像有反對展布 那樣 那麼這個我覺得 是不是都是有些 有些 矛盾的地方 那麼 那麼 如果一旦出現 無料期的拉布呢 都變得 是須要的主席呢 是動用一旦意ront 的1992條 變相將主席陷入有關爭論中,或者將主席放上台,這種情況對整個議會的有效運作都是不理想的。 據了解,前日有人民力量的議員也揚言,說在明年的審議財政預算案的時候,也會繼續打拉布戰。 所以我們是否可以容許這種情況,年復年,月復月去重演呢? 因此我很希望泛民陣營的議員認真考慮一下,吸收一下這些事件不斷發生, 是否應該對議事規則進行一些合理的修改,使我們可以避免有人濫用拉布, க 乃國人議員 化作 Sham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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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麗芸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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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傑議員 我們反省一下,是不是我們造就了,縱容了梁振英今天在電視機面前的那種嘴臉呢? 主席,譚議員剛才提到關於全民退休保障爭取的歷程,主席也知道公民黨一直都是支持,要有一個全民退休保障的制度 所以主席,我亦都在怎樣處理這次,趙發亮特首講,他認為這個叫財政懸崖的時候,我都有提出 其實本會有很多議員都在關心這個問題,正如譚耀宗主席,我亦都在關心這個問題,正如譚耀宗主席 主席,我亦都在關心這個問題,我説你可不可以為了表達對本會應有的尊重,在見這幾位去拉布的議員,或者你覺得只見他們不對了,你見了70位議員,包括閣下在內都可以的, 你加帶多清楚一點點,譬如現在你請到周永生教授,他出生了,他老人家,會針對政府哪幾方面,就著全民退休保障的擔憂,他會是做研究呢? 就著每一個擔憂,究竟他是會搜集什麼數據,作出何種的分析,如何去歸納,然後達至一個結論,又或者你論述,一旦,你決定是不做全民退休保障了, 那究竟在2030年,人口老齡化高峰,在香港出現的時候,究竟政府想著我們怎樣,有什麼措施安排,令我們安然過度呢? 主席 主席 有很多人就問,就說你們民主派,又說不參加拉布,但是你又對於主席展報又不支持,那是不是說不通啊?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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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ructionist 絲 主席 主席 蔣麗芸議員 你是不是表示你特別公平呢 蔣麗芸議員 你的意見我聽了 請你不要再不斷打斷議員的發言 梁家傑議員 繼續發言 蔣麗芸議員 蔣麗芸議員 請你立即停止發言 梁家傑議員 � game 非常有意見 這個 reins分析under 也有意見 這次是 我認為 本來的政調 絕對 對 動位 主席 希望行政機關做一些事 去幫助解決這個困局 去解救的 那就可能根本不需要主席閣下 來行使這個 所謂展報的這個權力 也可以得補本會的權力 不被削弱 但是行政長官和他班子的囂張拔戶 是陷本會於不義 如果我們建立利監督 乃光議員 在內議員心思一下 究竟我們是不是 真是幫了梁振英 令他這麼嚴張 我也想回應 譚耀宗主席剛才的一個建議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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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偉俊議員 我常常談的時候 就用一些北方的講法來形容一些的情況 我既非是侮辱女性 更非侮辱某些行業 我只是用一個比喻 來針對一些我認為是既縮骨 又不敢承擔 又走貞扁的政治立場的人士 主席剛才當然是議員 用一個伏議態的名言 當然大家都耳熟能詳這個名言 但是恐怕言語言全全是比喻不倫 復議態就是說我誓死捍衛你的法言權利 都是我不喜歡你的內容 但是復議態沒有說你可以不斷講 沒有說你可以表面上講一件事 然後只是拿來做威脅的工具 希望迫使某些人某些政府是罷休 這個比喻恐怕大家只要稍微留意 稍微能夠分析 知道梁家議員雖然她說得非常大律師的口吻 覺得很有動聽感、很有理性感 但實際上完全比喻不倫 主席我更加重要想講講 就是我同意今次這個事件 本來真的可以是 只要政府的立場上 或者預先工作上 能夠聽到多些主席你的勸喻 甚至包括我本人都曾經在會裏講過 你可能都記得 希望政府可以伸出善意之手 主席議員 梁國雄議員 什麼問題 梁國雄議員 而是廣大社會市民更加輸 主席 剛才梁家議員 的確我今天早上用了一個辯論 在電視直播的辯論 我也在場 我也聽到剛才梁家議員說 事實上 但有些市民的確採取了一個態度 就是既不贊成拉布 又不贊成展布 但這些恐怕只是市民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但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家人吵架 爸爸媽媽吵架 大家都站在這裏僵曬的時候 媽媽總要負責起 繼續煮飯 繼續做家務的責任 因為始終在任何僵曬的情況之下 都要有人承擔起 做一個領袖應該做的事 為了那個事件去負責 為了局面去負責 而主席這次是去到一個位置 不而且確是去到一個做媽媽的位置 就是個個都吵架 個個都翻臉的時候 你都要盡起責任 是背頭家 去繼續照顧小孩 去照顧家人的幸福 這個就是恐怕你作為主席的 可以說是一個 你自己選擇的責任 也都是一個可能 你自己應該光榮承擔的責任 主席 當然我同意就是 今次這個方式 我昨天都曾經表達過 為了令到主席 你那個所謂展報的手法 是更加被人覺得是合理 本來我都贊成 應該昨天先讓有關的同事們 去整頓一下他們的發言的次序 消化一下你的最新的一個決定 然後等它多一個兩個小時的時間 不是那麼緊要 但是當然主席 最後你決定就是馬上加緊時間 這個是你自己的決定 但是今次的確 我覺得有些可以反映的地方 就是一 我們是不需要完全跟足政府的時間去做 這個感覺 這個perception 這個不是太恰當的 對不起主席 我完全不是批評你的判斷 我只是純粹用客觀的方式去分析這件事 如果再有些選擇的話 我寧願主席你用我們議會的程序 去跟我們自己的時間表 雖然始終都可能要避免不了 尤其是當我議員已經說 可以拉足三連報的情況之下 你必須要做一個負責的主婦 負責的媽媽應該做這個責任 主席 我唯一這次好的事件 就是silver lining 一個壞事變好事 只是希望主席 由於再一次被迫使用展報這個途徑 當然法理上是完全正確的 只不過是那個政治上的問題 但你被迫這樣做的話 是自不容令到有關的 息子溫和派的法民的議員 都應該是可以走多半步 願意妥協談判 希望將來制定了新的議事規則 在這一方面不會容許主席你 在沒有任何渣拿情況之下 甚至沒有任何控制之下 你自己要被迫 所謂自把自圍 你是被迫的 這方面我希望將來我們 多一點的指引 多一點客觀的機制 令到你可以不需要那麼被迫 而可以跟我們議事規則去做 這個才是希望今次這個 不幸的展報的silver lining 希望大家都可以參考 也支持我們這個方向 多謝主席 陳家洛議員 多謝主席 我發言希望回應之前幾位同事 包括譚耀宗議員 梁家傑議員 還有謝偉俊議員的發言 都是順帶 繼續就著梁國雄議員 他對於關於大學教育 他的一些評論的回應 我先說一說我們大學 我是教書的一個讀書人 當然我們愛真理 但我們要愛辯 辯論 愛說真話 愛說道理 所以事實上 是上一個立法會的年度裡面 是經我們的主席做了一個決定 是就著那個立法會的修訂條例做展報之後 是有很多的討論 很多的文件 在議事規則委員會裡面 有很多的文件 事實上作為議員 是可以拿到 也都有責任去看 當中是牽涉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當中 主席很清楚明確說了 各方的觀點是得以透徹辯論 是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如果無端白事站起來 自以為是去自己執法的話 我相信和我們有時候去投訴別人 就罔顧那個言論的自由 胡亂去點人數 或者去打斷其他議員的發言 那個原理是一樣的 相信議事堂 我希望依然是繼續一個講道理的地方 而不是因為在鏡頭尾光燈下面 大家要爭取 去打斷發言 我相信這個不是大家的目的 但可能客觀的效果 就被人誤會了也都不是幾好的 蔣麗芸 對不起 因為我以為今天 繼續會講有關總目 各方面的修訂 因為今天 早上9點10分鐘 我發言的時候 你跟我說要講總目的修訂 但隨後我聽多位議員 沒有講有關總目的內容和修訂 然後全部都說回應 然後回應就整個15分鐘 他整個發言 通通都是回應指責 每一個對方的議員 所以我問一下主席 是不是今天就會這樣呢 假如是這樣的話 那我又可以 是不是又是逐個指責過去 那幾個議員的回應呢 請問 就是我不是很 就是因為我始終都是新議員 希望主席給我一點指示 麻煩你 好啊 蔣議員 如果你真的覺得因為新議員 想聽一下指示呢 我就希望你 虛心一點 有些耐性 聽一聽其他議員的發言 我們的議事規則呢 當然有明確的規定 議員 是應該圍繞我們辯論的議題發言 不應該 離題 但是同時我們進行著一場的辯論呢 我們歷來都是容許 當有議員提出他的觀點之後 其他議員 是就先前這個議員提出的觀點 作回應的 蔣議員 我們現在這個辯論呢 是直播的 市民是有個判斷 哪些議員的發言呢 是言之有物 哪些發言 是無理取鬧 我相信公道 在市民當中 我的責任 是要使到我們這個辯論呢 不離題 但是同時呢 也是順暢地進行 不同的觀點 可以充分得到交通 溝通 同時 同時 議員之間 互相的交鋒 也都是有意義的辯論 使到公眾呢 是覺得 我們這個議事堂的辯論的質素 是符合我們立法會 我們的職能的 所以呢 如果蔣議員 真的覺得是 作為新議員 要多了解的話呢 你暫時稍安無措 虛心點聽聽聽其他議員 的發言 陳家洛議員 請你繼續 謝謝主席 我剛剛講到的主席就是 我們需要在這個全體委員會的審議階段當中 令到各方議員的觀點呢 得以透徹 這樣的辯論 亦都是我作為一個讀書人 希望見到我們這個議事堂 這個立法會呢 可以做得到 就著 謝偉政議員剛剛講 我相信他都是希望 為自己補一點點獲 世上之有媽媽好 我們剛剛慶祝完母親節 既然母親那麼偉大 我們的全職 或者兼職 甚至乎是在家庭 是照顧很多長者 或者有需要照顧家人的媽媽 我們都需要為他 考慮他們的退休的保障 所以就著全民退休保障的問題 從一個婦女的角度去看 當然呢 我們覺得作為立法機關 是雜無旁態 不斷要給壓力 政府呢 在這個政策範疇上面去思考 去推動一些政策上面的改變 很難呢 是踢一踢 要肉 所以這次我們看到四位立法會的議員 是採取一個較為 在議事規則下面而容許的 拉布的方法 去推動這方面的改革呢 我是深表同情 但是 這個問題當然我們都 有一個很清楚明確的態度 我們覺得未必是能夠達到這一次的目的 但是自由的可貴也是在這裏 各位議員同事 我也希望各位議員同事呢 去考慮到這個行政立法關係 就著撥款這個環節上面呢 有議員提到什麼財政懸崖 有議員提到一個很嚴重的憲制的危機 又或者我們沒有錢使 這些威嚇的手段 手法呢 是逛幾天我們看到 由傳媒透過不同的局長 或者不同的官方的代表 去講出來 事實上呢 世界各地的立法機關主政 我相信你和我都一定的認識 掌握了解 是有個習慣 是知道的 行政立法關係 在民主的社會裏面 在民主的世界裏面呢 是透過立法機關去掐住 財政的資源 這個這麼重要的一個環節呢 是可以逼令政府呢 是作出謀定性的樣貌 陳議員我絕對不懷疑你對於各地的憲制的認識 不過呢 我相信現在不是一個去深入討論 我們的憲制架構 以及行政立法關係的場合 主席提醒我正正想說的呢 就是說世界各地都有臨時撥款 包括歐盟或者英國這些地方呢 我們政府是不去思考是不去用 反而呢 是令到主席你呢 作出一個很困難的決定 主席我到現在呢 都未見到你的書面的決定 那個內文 所以我不能夠呢 是細節的評論 都不打算呢 在這裡和你去公開的辯論 但我都因為這樣 你都不打算呢 是扔下一個咪 這樣就離場抗議 都不是我們想做到的 主席 梁國雄議員剛才呢 是提到教育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很值得我們去討論 特別在於呢 我們昨晚都說過一次 都不會重複的 教育局長一年的人工的收入 但是梁國雄議員剛才說的 一個教育的觀點 我相信值得拿出來辯論 就是我們高等教育界 也就是大學裡面 因為它的陳述呢 我相信是有偏頗 或者不符合那個實情的地方 而我作為一個大學的 全職的教員 研究人員呢 是必須要講清楚這件事出來指證 梁國雄議員說呢 在這個教育政策的主導下 我們大學呢 就廢除了所謂實任制 其實是沒有被廢除的 不過威脅危機呢 是無時無刻地發生 大學因為資源上面 因為政府的政策 而令到我們的大學資源的 長遠的發展呢 是出現了不確定的狀態 而同時間呢 就是被政府要求呢 是大幅去幫社會呢 是產生更加多的大專 學歷的年輕人 出來呢 所謂促進呢 香港的社會的經濟 和各方面的轉型 所以大學過去十年呢 是經歷了很多的風風雨雨 很多的壓力 當政府發出了這麼強烈的訊號 透過大學資助委員會 即是UGC 去到給大學一個這麼清楚的指示的時候 自然就要想很多辦法 包括是否要和政府的薪酬和資力架構脫勾 大學做了了 有意無意 自願其實是非自願做了 在這個大的政策的壓力底下呢 已經是令到很多實任的同事呢 覺得很辛苦 令到很多新入職的同事呢 是看到他的工作呢 如我們俗語所講的彈散化 是越來越是casualization 英文就是越來越是沒有一個的保障 是一個短期的合約 有一年的或者不夠一年的合約 再發展下去 我們的大學教育其實是面對一個很嚴重危機的主席 如果我們的大學的資助和那個學額的撥款 不能夠是透過一個新的五年任期的政府 開始撥亂反正的話呢 商品化、企業化、管理的文化呢 是會走下坡 是越走越快 惡性的競爭 現在我們今天看到的情況就是這樣了 大學之間很自私的 大家互相競爭的 大家在一個割頸之間的 你醒我活的一種狀態下呢 其實對於大學同學 對於大學同事呢 是相當之不公道 好像說 如果你在某些大學工作的 就會視為呢 是遲等 甚至乎呢 是沒有競爭力的一些大學 這個對於我們的大學教育的士氣 對於同學 對於家長 對於整個社會來講呢 不是一件好事 大學應該是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一個自由的空間 一個開放的空間 是互相去比拼 同時間互相去研究合作 這樣才令到一個香港比較小型的經濟 一個小的大學社群的環境呢 是得以真的幫助政府做好的研究 和出謀獻策的主席 就著梁國雄議員所提出的 另外一個對於香港教育制度的觀點 我都想平息一下 也都需要清楚透徹和他辯論 因為我擔心他的看法是有偏頗 是引致到在一個辯論過程當中 可能公眾對於大學的教育 現在的情況 是產生更加多的誤會和誤解 主席過去十年 很多同學來問我 是不是應該繼續讀研究院 或者繼續拿到博士的學位 作為一個讀書人 你很難說不好的 但事實上可以告訴大家 越來越多的同事跟我一樣 心情是相當之矛盾 讀書所謂何時 為教育 是為了教好的學生 還是只是教好學生呢 今時今日我們當然說 教育依然是講理想的 就是盡量將學生教好 這就是我們大學的夢想 大學的理想 但事實上大學的教育環境 令到同學回來拿到博士學位 事實上我都坐不安 心不靜 做研究、做教學 都要想 其實幾個月之後 我還在這裏做事嗎 幾個月之後我會去哪裏呢 那這些的同學 讀完博士回來 在世界各地的好的學校回來 他們的大學學位 是真的讀回來的 不是派的 不是榮譽學位 或者不知道哪裏 找一個回來 拿來到荷蘭水蓋 參選也好 或者到處去到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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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到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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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大學環境里面 居然是發覺 是不受重視的 由大學的管理層 去到 政策的層面 都是想告訴我們香港的新生學者知道 你讀完本科出來找食 盡快 陳議員,你回應梁國雄議員的觀點 請你不要就香港教育政策 讀書是沒有特別用途的 是有關係 因為梁國雄議員剛才所說的 就是我們廢除了實任制 那個問題引申出來 各位同事 亦都想回應梁國雄議員 剛才的觀點 正正在這個位置上面 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多的投訴 說我們的研究院 我們放了這麼多資源的研究院 是沒有香港學生 是有興趣去報讀的 剩下我們的學額 是給外面來的學生去讀的 當然我們有投資 我們投放資源 自然就想他們盡量去用 所以大學也都很努力 在世界各地 是找很多的學生 來到香港讀研究院 不過我也想說 我們一方面要說 我們的資源 我們的政策 應該是為香港的發展 來優先去考慮 但同時間有沒有考慮過 政府應該去反省的地方 正正在這裡 為什麼出了一個政策出來 到最後 香港學生是不覺得 是給他們的呢 等於這個4億8千萬一樣 為什麼香港學生 香港的教育研究的人員 是不覺得政府的資源政策 是為他們著想 由他們的角度去出發 去想問題的呢 這些高高在上 由冷氣荒冷出來的政策 自然是不值得我們的支持 我很明白議員會問 為什麼梁國雄議員 或者其他議員提的 那個收定的部款 是這麼多的細項 到底大學資助委員會 要減多少才叫合適 合理 到底 梁克劍局長的人工減 多少才叫做合適 合理 這些當然是可以拿出來 大家去討論 正如梁克劍局長 作為一個人力資源專家 自然很明白 立法會議員 是就著政府個別的官員的表現 事實上除了講 亦都可以透過 這個財政預算案的辯論當中 是清楚表達 所謂 以其人之道 還自其人之身 因為過多年 政府和UGC 即是大學資助委員會 對大學產生了很多 這些由上而下的管理文化 令到我們大學前線的同事 學生 都感到十分之憤怒 十分之可惜 我們的士氣 是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擊 所以借助立法會這個平台 我依然主要是一個讀書型的身份 希望繼續講道理 和政府講 你們行錯了 現在有五年的機會 撥亂反正 這一年是第一年 我本來希望見到一個曙光 有一個突破 大主席 我見不到 我十分之失望 本人僅知臣辭 一問 有沒有其他委員 特別是未曾發過言的委員 是要求在我們這個辯論裏面要發言的 葉劉淑儀議員 有沒有其他 有沒有其他議員 有沒有其他委員要求 在我們這場辯論結束之前 是要發言的 如果沒有 我們會先請劉慧卿議員 和葉劉淑儀議員 兩位是第一次發言的議員 發言 然後我會依次 請 張超雄議員 何秀蘭議員 劉慧卿議員 跟梁國雄議員 發言 之後 我們會請官員 發言回應 我們這項辯論 就結束了 劉慧卿議員 主席 我是發言 我是回應 譚耀宗議員 那個 剛才的發言 既然你容許她 去說這些 主席 不是說 現在這個 修正案 那些 那就是說 說了 劉慧卿議員 總議員知道我們民主黨和我們很多民主派的議員 今次是不支持拉布 但是我們是尊重議員在議會發言的權利 也包括拉布的權利 拉布的問題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主席 我在你們兩次閉門的會議 雖然說閉門其實是錄音的 現在播出了 所謂什麼叫禮崩惡壞 但是其實我們是無不可對人言 拉布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是反映出社會上深層次的矛盾 在我們這個議會 這個怪胎的議會 人民的意願 得不到張顯的議會 就有更多這些矛盾 所以有個別的人士 想要拉布 他在情況 在安排之下 他就做了 做到有些位置 大家覺得是否可以停 那就是大家去商議 主席 我們又不是拉登 又不是恐怖分子 又不是用飛機大炮 或者機關槍去處理 那就是大家去協商 所以主席 你老人家是聽到不同的議員 都希望你 或者行政機關 是可以盡力去滑船 不是說去就幾個議員 主席 其實是去回應社會 甚至以前溫家寶 和其他內地官員都說 香港有這麼多深層次的矛盾 那為什麼一次一次 在這個議會 和在社會上爆發呢 為什麼譚耀宗議員 和他的盟友 不去想想這件事呢 所以其實主席 譚耀宗議員 在起身這樣撩膠捱 又跟蹤梁振英 梁振英說完他又說 好心都用多些想像力 我們說了 我們是不支持拉布 我們亦都沒有做到拉布主席 這個是我們自己 頂天立地的立場 但是我們亦都要告訴市民聽 有些市民不是那麼明白 議事規則 讓他們知道 其實呢 在其他國家 文明 民主的議會 都有這個做法的 不是我們香港創出來的主席 其實我們的議事規則 都是拿英國 下議院那些東西搬了過來 不過後來人家有些修改 我們沒有修改 問題就是 人家那邊可能有方法去處理 有人就說 為什麼我們不去處理 譚耀宗議員那個議事規則委員會 是去討論 雖然我這一屆我不是成員 何俊仁議員 是代表民主黨 坐在那個委員會 那你就在那裡談 我也同意 你談到有些方案 要討論的 不單止我們這個議會討論 主席 全個社會都可以去討論的 如果討論多些 就令到市民會明白多些 好像譚耀宗或者梁振英那些說 為什麼你又說反對拉布 你又在那裡反對人展報 一些那麼基本 議會議員應有的權利 是不是作為政黨 所謂最大的黨 都有些責任去解釋給市民聽呢 而不是在那裡 在那裡誤導他們去抹黑人 那就很開心了 是不是呢 我覺得從政的主席 最緊要就是公公道道 正正當當 就不是去歪曲一些事情 我們的立場是講得很清楚 所以你看到我們 我們沒有拉布 但是大家都明白 議事規則是容許的事情 是議員是可以做的 那他要做到有個位 可能有些人是很不高興了 就去找辦法去解決了主席 其實當時你老人家提出 我們也提出 當局都去做 不過就做得很差 也知道大家覺得 其實他都不想做的 那原來梁振英來到說 說什麼 沒有得談的 就是好像劉剛華 上幾屆在那裡辯論說 我一步都不讓 喂 這樣是不是很厲害 什麼意思 大家是不是想解決問題 就是如果要解決問題 而且明白問題引申出來 就是因為 社會上是有很多方面的深層次矛盾 而說出來的事情是有市民贊成 也都有市民反對 所以我們這個議會 就是要去處理的主席 不就是 則別人多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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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 死了,我就投下你,喂,拉布就是拿來對付這些東西的,人家很多百年前都知道是這樣的了,人家是人少,不過人家別的地方人少呢,他都是小人支持他,我們呢,外面多人支持,我們進來就人少,就更加火滾,但是我們都有我們的判斷,今次我們覺得拉布不是經常應用,我們覺得今次我們都不同意, 但是有人要用的時候,我們都要尊重他,那你無端端就指責我們主席,說我們是很矛盾,你說是不是荒謬呢,有些人說狗口掌不出象牙,我希望明白議會運作的人,都公道些,說給社會聽,可能有些事情你不同意,但是有些的安排,你都應該幫忙解釋吧, 而且主席,你以為拉布只是有某些議員做啊,喂,你們的黨啊,你們那邊都做過啦,行政機關就做過啦,個個都做過啦,家家有求, 為什麼你做的時候就沒事啊,人家做就說人家矛盾啊,就是不要那麼荒謬啦,主席,所以我再一次想告訴香港市民聽, 現在香港的社會,有些人呢,是說他覺得是貧臨到,有很大衝突,會在街頭爆發的邊緣,所以才說要去佔領中環,現在我們在議會日日,有這麼多的紛爭,就是有很多矛盾來到這裡,爆發出來,而我們看得到的, 不是那些政黨,不是那些議員說想幫社會,去解決這些矛盾,而是只會呢,在那裡抽水,在那裡抹黑,在那裡攻擊,這樣做法啊,主席,哈,這樣做法,我相信我們民主派啊,也都會,我們會呢,是接招的,我們會迎難而上,我們都知道有很多人說,劉偉卿你坐在議會這麼多年做什麼啊,激到這樣啊,但是也都有很多人說, 很多市民叫我一定要坐在那裡,跟他鬥到底,所以主席,我覺得真是從政的人,連一些基本,公道的說話都不肯說,而走去扭曲一些東西,自己做的時候就沒事的,你做呢,就是你矛盾,你虛偽,我覺得真是很過分,還有今次這件事,我們講了很多次,希望當局,主席你老人家,大家都做多些事情, 這件事是得到比較好的解決,但是,很明顯很多人都不做啦,那怎樣啊,那你就突然間就出來說,好,今天,現在禮拜一,明天,1點鐘就要停了, 喂,還有百多項啊,主席,所以馬上都有人說,喂,你是不是搞錯啊,狠得那麼緊要啊,那就說你配合當局了,主席,雖然你自己說不是, 但是,但是從各方面的職場,各方面的言論,的行為,都覺得是配合,這樣做法啊,就削弱了立法會的獨立,立法會的尊嚴主席,所以呢,我本來,我都不是發言,我打算你搞完他就算了,是不是, 但是,既然,既然譚耀宗議員,想一石擊起千重浪,沒有緊要啦,民建聯,我相信呢,我們民主派呢,是知道你們是要這樣做,但是,如果大家是想幫香港解決問題,我問問問你們,你們現在的做法,是不是真的可以的呢, 你說,常常在街上問問一下那些市民,我想請你下去問一下,你這樣做法啊,是不是得到市民的支持啊,主席,所以呢,我再說一次,其實議員都說,你那個裁決,文件都還沒出,我覺得你這次做法呢,真是令到我們很多人呢,是很難接受,而我們最怕的呢,就是翌日,當我們幾十個議員真的一起去發動拉布呢,你還快,你可能說, 李卓人議員 主席 他已經是,已經是,出了入聽了很多同事的發言,解釋他們對於提出很多修訂的原因,譬如說要削減一些,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削減一些行會成員的人工,一些局長的人工,其實聽來都挺好笑的,他們說些說話也都不是沒道理的,因為趁著他們提出的修訂案,呢,是表達對很多政策的不滿, 我相信政府的當局已經是聽到了 但是事實上我們想深一層就知道 雖然我們有對個別的官員的表現不滿 或者是個別的政策不滿 譬如我對於教育那張四億多元 是資助尖指留學 但要他們回來教書 或者專門去主修教育或英語 我都認為它是混淆了政策目標 是將資源錯配 我過往已經講過 我不再重複了 但是事實上如果我們要推動改革 不只是說剪掉別人的人工 或者是刪除了中策組可以做得到的 爭取政策的改良 實在需要一個長時期的努力 所以我們新聞黨認為 預算案應該作為一個整體處理 所以我們不贊成 是將它隨意地去修改 刪除部分的項目 也都趁這個機會 回應一下有些已發言的同事 對於拉布的看法 我們新聞黨對拉布的看法 就是頑固世界各地的民主議會 拉布毫無疑問 是少數議員 少數派議員 是一個厲害的武器 在很多地方 都是有拉布這個現象出現的 因為正如我在不同的場合 甚至在我本人的專欄 都已經發表過了 議會的基本原則就是保障四類的權利 多數人的權利 少數人的權利 過人的權利 以及不在場人士的權利 聽起來雖然是有點矛盾 但是在世界各地比較成熟的議會 他們的議事規則 都有容許拉布的安排 在美國也有國會議員 為了拉布 阻燃一些法案的通過 拿著《聖經》講一整晚 在澳洲、新西蘭也有議員 動議一千上萬的修訂案 但是這四個權利 也要得到平衡 因為任何一個議會 都不可以容許個別 或者少數議員 無憂子地去發言 是癱瘓議會的運作 或者是令到政府的政策 無法制推行影響經濟民生 所以我們立法會秘書處 搜集了很多資料 給我們議事規則委員會參考 我們見到世界各地的議會 容許拉布 但也有展布的安排 有些好像你老人家 用時間管理的方法 有些就有腰斬令 即是有個別議員提出來 獲得多數通過 就是可以揭露千斬了的辯論 有些就是 譬如美國的參議院 是有三分之二的參議員通過 就可以所謂 override filibuster override 凌駕這個拉布 但很可惜 因為我們的議事規則 是來自殖民地年代的 當時就沒有預見有拉布出現 而當時的立法會主席 根本是總督來的 是的而且確的一言堂 他不用怕 那些議員去無憂子拉布 所以我們的議事規則 就是沒有這些展布的安排 而最近 在前主席范徐麗泰 女士也都說過了 基於我們憲制的安排 議員提出的修改議事規則 需要在分組點票都通過 他認為是根本很難修改議事規則 因為我們的議事規則 有這樣的空隙 就要麻煩你老人家 行使你的獨立的思考 你的權力作一個判斷 你憲制上的權力 就梁國雄議員司法覆核 去年你展布的個案的判詞 已經講得很清楚 有幾點是值得再重申的 第一是法官指出 是立法會應該自身決定它的議事規則 就是說 Legical should be the master of its own rules 議會規則應該由我們決定 不是由行政長官決定 或者是行政機關決定 應該是我們自己去商討的 而另一方面 他也指出 作為立法會主席 你是有很大的權力 林文漢法官在一個盤詞都講到 他說 《基本法》七十二條第一款 給你的權力 to preside over meetings 主持會議 不只是坐在主席的位置那麼簡單 你也有責任 那個會議能夠順暢 以及有效地進行 所以他認為他裁決去年梁國雄議員 司法覆核理展布的申請 他是不批准他作這個申請的 所以這些憲制的原則是很清楚 法官也都講到 因為立法會應該是自主決定自己的議事規則 是司法機關 除非牽涉重大的憲制原則 他是不會干預的 所以主席 你昨天你那天見我們已經解釋了 你的權力是來自《基本法》 也是透過你的深思熟慮聽了法律意見 而我們的議事規則的九十二條 也都講得很清楚了 他說如果是我們的議事規則沒有作出的安排 你可以參照其他議會的做法 是作出裁決的 the president may if he thinks fit 即是權力在你老人家 只要你自己是掙扎過思考過 你完全是有權決定 怎樣去處理拉布 那麼我們新聞黨 雖然是接受同事有拉布的權利 但近日在坊間 如果聽到很多市民的意見 對拉布是有保留的 譬如說過去這兩個週末 我們都是因為母親節空群而出 在本港各區活動 聽到很多基層市民的意見 都是擔心拉布是影響民生經濟的 當然也有不相識的市民 在網上留言說 你們不用對於樓會來負責 人生苦短 有這麼多事情要做 你們甚不需要朝九晚十 坐在議會 只聽幾位議員重複發言 這些是市民意見 是留在我的網頁 不是我作出來的 除了基層市民意見之外 我近日也聽到很多外國商會的意見 因為有很多商會最近請過我去 外國的商會請過我去演講 有其他商會繼續跟我演講 討論很多香港前途的問題 包括我們的政經環境 是不是在這惡化呢 有不少外國商會對於佔領中環 表達憂慮 不過這個是題外話 我今天不多說 收到很多的意見 都是說香港的議會 還好像是未成熟 只知拉布是不知展布的 他們當然不希望香港 是出現美國這種的財政懸崖 行政、立法當局、互相鬥發 這種這樣的英文 所謂play chicken 的情況出現 所以主席 我自己是重申一次 我們是可以容許拉布 但你也是有責任要展布 直到我們可以在會裏不同派別 達到共識 修改議事規則 所以總括而言 我們新聞黨 是會反對所有的修訂 以及支持你老人家展布的決定 多謝主席 在我剛才讀出了 我會請他們發言的議員名單之後 在劉慧卿議員發言之後 葉國謙議員要求發言 葉國謙議員要求發言 葉國謙議員未曾發言 但我相信葉國謙議員 是要回應劉慧卿議員的發言 但如果讓葉議員發言的話 我估計如果有民主黨 或者其他泛民主派議員要發言回應葉國謙 我亦很難不給 我們這個辯論 雖然我會覺得是很有趣的辯論 但我相信不能夠準時在我們希望完結的時候完結了 所以不好意思 我認為既然我剛才已經畫了條線 我會在梁國雄議員的第十二次發言之後 我就會請政府官員發言 張超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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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違反了有關的議事規則 對不起 張超雄議員 張超雄議員 我認為你正在挑戰我的裁reg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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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超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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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上委員 張超雄議員 張超雄議員 政策委員 陳志全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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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於香港的公共醫療政策的剛才的意見 是跟我們哪一個修正案或者什麼種目有關 到底是哪一個議題發言 和削減高永文局長的項目有關 因為最終這個是由食物衛生局局長去主事的 中央藥物明策雖然是在醫管局底下 醫管局最後都要向我們的食物衛生局局長負責 這個也是一個政府的醫療政策 這個政策真是令很多有需要的病人非常困苦 很多類的癌症 或者是一些長期病患 罕有病患的症狀 是得不到適切的藥物照顧 精神病 亦都是另外一部分 是多年來受到這些相對落後藥物困擾 我們當然見到過去幾年是有進步 但是進步得太慢 而且根本在一個他們的委員會裡面 就說要每年檢討這些藥物 什麼時候放下去這個中央藥物明策 但是這個委員會其實是沒有病人代表的 我們建議他這些委員會 無論是藥物的委員會 或者高局長 現在組織著一個所謂精神健康服務的檢討委員會 都沒有病人 沒有精神病康服者的直接參與 這些就是完全不是真的反映他們的需要 所以為什麼高局長 我以為新一屆的政府 是有心有力 去面對我們今天的醫療上面的困難 我們很多醫務和社福之間的連繫 但是到了今天 我仍然未見到 是有一個很大的決心 陳個人議員 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都顯示了 完全是將這些使用者 拼除在這個考慮的範圍以內 這件事情令我們非常失望 而且在醫管局裡 這麼多年來 這個所謂聯網的制度 造成山頭主義 資源分配不均 到這個社會上司法局 就行在此時 陳志全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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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 主席 因為我們上次問他一些很簡單的常識問題 這個就同志平權犯不犯法的問題他都認不認識 所以我願意相信他說的話這一次 主席 一套規矩是不是能夠成為一個有公信力莊嚴 大家都信服的規矩 就是視乎他在一些非常態的狀況 一些關鍵的時刻 大家是不是仍然願意奉行 如果去到某些我們不喜歡的人 或者不喜歡聽的說話 或者是要針對某人某事 就很興奮地去改 這套就已經不是規矩了 這個就很容易就變成了說了算的一套方法 如果我們隨便針對某人某事就要改 其實規矩就會蕩然無存 今次我們有20多位議員沒有參加拉布 但是也都有議員就我們關注的議題發言 我們的用意其實第一 是要維護我們的議事規則 那麼多項修訂 有些我自己也覺得 很難理解那個邏輯 但是 主席你也批了 法律顧問也都覺得 是應該要批 所以就算我們不去遷就那些 我們不明白的邏輯去發言也好 但是我們尊重這個規則 容許提出來的修訂 我們也都尊重大家議員 是在議事規則 給到他們的空間去推動他們的目標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不能夠說 因為有人拉布了 我們就要改規矩 如果要改的話 如果要議會運作暢順的話 裡面一定要考慮其他因素 不是說什麼時候辯論完一個議題 我們更加要考慮我們這個議會 是不是能夠真正代表到廣泛的市民 我們這個組成 這個選舉方法 是不是合乎公義 如果要改 就由基本第一條規則 這個議會怎樣組成去改 去改變我們的選舉方法 其實議會裡面的多數 在這個選舉方法未能夠改變之前 其實是應該自重 如果大家要維護這個議會的體重 就不應該恰恰恰多欺小 在這裡就是靠議會關門的大多數 去壓制在外面得到多數市民支持的民主派 但是過去我們看不到這種自重 其實這裡不平衡的權力 已經是不合乎公義的了 但是拿到回來的權力 還不能夠自重 例如 好像我們審議二十三條的時候 想說多問兩句 尋根究底都會被舉手 跟主席說 問夠了 不要再問了 反覆了 其實都未問到答案 就已經是被停止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議員 去用大量的修訂 去想說他們的說話 想達到他們的目標 這個我們是尊重的 縱使今次我們認為這個手法 是未必用得妥當 在我們香港議會裡面 少數人去求突破 求突破大多數人給我們的限制 有些議員用提修訂 用拉布 我和郭榮鏗議員 上個禮拜 我們用了二十潑湖六的情情方式 有些人用行為藝術 我們用一個大家二十個議員 二十五個議員支持 起立支持 較為莊重的方式去做 這個雙方我們都是互相支持 互相尊重 而其實香港我們這套議事規則 是承襲西敏子那套傳統而來的 講到這裡我不是很愛國主席 第一我不是很理解人大的議事規則 第二我亦都看到西敏子那套 議會傳統的議事規則 給了少數言論的空間 那個好處 所以我們有二十潑湖六的情情 少數可以成立專責委員會 我們亦都看到在英國國會那裡 一個帳目委員會的主席 一定是由在野黨出任的 何議員請您不要就議事規則 作泰國廣泛的討論 多謝主席您的提醒 其實我都是回應著譚耀宗議員 對拉布這個少數派議員 能夠用的工具 所作的一個解釋 一個回應 我們沒有參加拉布的議員 確實今次的位是很難站 因為這個議會 已經是被簡單易分化 發言就是拉布 沉默就是支持展報 一個行動 一個盡忠職守 去針對著財政預算案 我們認為關注的議題去發言的行為 是被簡化了 完全是用拉布這個角度去看 我們覺得一言堂是不可取 但是二言堂 何嘗又可取呢 一個議會裏面 其實應該有多元不同的意見 然後大家慢慢磨合 我們也希望這個議會 能夠莊重得體 讓市民看到 我們是講事實 講道理 總是 縱使 有很多時候我們的立場 未必得到所有人的認同 或者就算是支持民主派的市民 都未必百分之一百的時間 同意各個議員 同意他們投票支持的議員 所做的事 但是我們希望市民看得到 我們是盡心力去做 也都用擺事實 講道理的態度去做 其實今次這個財政預算案的辯論 是方方皆書 拉布的議員 拉不到他們得到的目標 政府被人看到 也有強橫無理 但是立法會也是輸 而立法會輸是我最上心的 因為我們將一個 很值得深入細緻討論的財政預算案 就簡化為拉和剪 比小孩玩的包剪打 還要少一個元素 還要更加簡單 但是在整個辯論裡面 我希望在過去十天的辯論裡面 大家不要因人廢言 也不要因拉布廢言 其實四位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的議員 他們助理和他們做的資料搜集 裡面有很多資料 是值得我們關心 值得我們留意 或者裡面也有很多 真是邏輯不明不白 但是我們應該屠沙見金 這些時間是不會白費的 今次的辯論 我希望大家可以吸取這個經驗 我有兩個建議 第一 其實財政預算案裡面 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辯論 我們過去只是給兩天 即是星期三和星期四兩天 給議員變 分為五個環節去變 裡面一個環節裡面 對不起主席 那是施政報告 這個財政預算案 就是大家大混戰 即是下半 就是題目 兩天都拿出來 其實主席 我昨天跟你在外面討論的時候 我都建議了 實在我們應該是可以考慮 將三司十四局 他們各人負責的範圍 分開不同的環節去辯論 當然 財政預算案 不應該深入去講政策 但是確確實實 政策 是會牽涉到我們資源 如何運用 而資源也是為了落實政策 而去做調背規劃 其實立法會已經是一個很被動式的審議 實在我們就應該在這個辯論的期間 去深入去監察政府 而不是令到我們這個財政預算案的討論 匆匆兩天就是虛有其表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議員各個黨派 是可以認真考慮我們來年的財政預算案 應該是怎樣去做 也都可以預留時間 如果一早已經大家是同意 可以深入一些分環節去討論 那就沒有了拉布這個問題 政府便早點預算 它自己的不臨時撥款 是何時用完 主席最後我想說的 其實我們立法會的權力已經是有限 只能夠是做一個被動式的審議 只能減 不能加 但是我們仍然有這個辯論的空間 我希望我們立法會 是能夠善用這個有限的權力 認真 分環節 深入 細緻去討論 達到監察政府 改變政策的目標 多謝主席 梁國雄議員 主席 主席 陳志全議員 陳志全議員 主席 主席 陳志全議員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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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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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今日的變態是甚麼呢 有一個政府 他有三萬億 拿在手 他不肯 在財政預算案裏面聽到有議員說 承擔五百億元 即是說撥而備用 未必要給 四年之內 是要做到一個 由1994年開始 由立法局至到現在 本會多數的議員都說要做的一個 全民退休保障 這個是事實 他覺得不應該這樣做 我是作為拉布的始作俑者 我是一步一步地退 而這個 建制派的議員 建制派的議員 決定了支持政府 是造成政府不讓步的一個 最根本的原因 有些人說 財政預算案 你們為何要阻攏 我請他們看看五十和五十一 基本法 一個財政預算案是本會 在每一年裏面做的最重要的法案 有些人說我們的立法會停止運作 說不到 主席不要騙人 我們那些事務委員會 有約束力嗎 禮拜三開大會 那些 動議辯論 有約束 已經有了全民退休保障 不要騙人 一連逢一潤 就是在這個 這個 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無論你是贊成派 反對派 你才有機會 是通過 去制約政府 是令到 那個財政預算案 可能不通過 可能延遲通過 或者通不過到 才逼到政府跟你談 這個不是最重要 監察政府的 的 的機會是什麽 既然有人倒轉來說 如果財政預算案 過不了 其他我們開的那些口水會 是很重要的 我們立法會停的 立法會每天都開工的 是不是 我問你 你現在 政府有什麽重要的 法例是現在 勢在必行的 限奶靈做了 錯了 主席 這個賭博為恩 即是說 告訴 香港市民 立法會每天做事 做了什麽 主席 葉國務議員 有什麽問題 我發覺好像 有異讀那樣的辯論 因為現在都是根據 現時 現在審議的 有關 這個條例 我想 主席能夠跟進 議員 請梁國務議員 注意 不過 我們現在這個辯論 已經去到最後一項的發言 我認為 梁國雄議員 她作為 已經動議了三百多項修正案的議員 也是我們這一節的辯論裏面 大多數修正案的動議者 所以我讓梁國雄議員 有一個比較 寬一點的討論空間 有一個總結性的一個發言 我認為合適的 不過梁議員 請你注意 不要來提 我真的沒有來提 我是說立法會的職責 好了 現在今天 展報成功了 就等於十月七號 你們展報成功 我真是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的簽名 你們展報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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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香檳慶祝後 你們展報成功 你幾時去問政府 拿全民退休保障,或者是蔣新津無審查, 或者是將蔣新津申報的財產上限向上移。 我不是不等你們,我是12月7日等到你們4月7日。 主席,我個人是沒有輸贏。 第二個,雖然毓民卿和大舊卿抗議你走了, 我都有一個言責就是跟他講, 如果各位真的覺得派錢是不好的, 你就派一次,然後叫香港人不要去拿。 一個最客觀的全民投票, 如果派過錢之後只有兩成人去拿, 那就以後不做了。 你們不是很相信人民的選擇嗎? 是不是啊? 如果我再問你們有沒有去拿, 就不近人情都來看了。 梁議員,你重複了很多次。 是不是啊? 沒辦法,真理越變越明, 事實上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派錢未必盡如人意, 但是, 通過退稅、退差, 成立一個, 各種的委員會, 耗資是幾百億, 來做這些委員會。 這些委員會是管不了的。 它只不過是拿委員會的資金, 作為一個基金, 來拿利息去派的。 怎麼幫人啊? 怎麼能夠弱到病除啊? 如果你們是有一個, 相約於派一萬元的, 全面到位的方案, 我們當然不用派一萬元了。 梁君 roe workplace news brilliant 這是唯。 因為我要完成那些議案, 你們不用兇我 我現在提出來, 我認為 У Introduction 它是錯的。 我現在, 希望, 您不要阻止我, 這是一個問題。 我認為, 你現在在這一點,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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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基本法》第72條 《括回一》 主持會議的權力 一定包括 原文是must include 一定包括 在適當的環境下 終止辯論 將議題付諸表決的權力 也都是這篇判詞 在另一個地方很清楚講 議事規則 是為主席 立法會主席 行使《基本法》 扶以他的權力 給主席 有額外的權力 Additional powers 而不是剝奪 主席 由《基本法》 已經賦予他的主持會議的權力 原文是take away rather than take away 即是說 議事規則裏面的任何條文 都不能夠剝奪立法會主席 根據《基本法》第72 而括弧一條 主持會議的權力 而這個權力 也都是根據上訴庭的裁決 包括在適當的環境之下 終止辯論的 我認為 我認為 現在是一個適當的環境 去終止這個辯論 我的理據 會在稍後 我的書面的陳述裏面 向大家說明 梁國雄議員 您是否要繼續發言 主席 我的說法就是 其實就是找這個 法庭去幫我們搞立法會的事情 那位法官先生 那個判事是調轉 他說他不干涉我們 現在就給了權力干涉我們 法庭是沒有干預 不過法庭呢 是令我 一直所相信的 亦都是立法會的法律顧問講給我知的 對《基本法》 和《議事規則》的理解 是更加清晰 我和你的分別就是 你用公帑打官司 我用自己的錢打官司 所以我不會跟你爭辯的 我籌夠錢我就打你了 我現在沒有錢 我和你的分別 我不會隨意去打官司 也都不會自己打官司之後 就要求公帑為你代付 所以請你繼續 什麼時候 喂 主席 這個你一定要講清楚 梁國雄議員 請你 我什麼時候這樣做 請你繼續發言 OK 那就是你講了之後 不算數了 算了 你解釋不到 我大人有大量 不怪你的 怪豬怪狗都不怪你 喏 主席 打官司的事 日後了 我姑且屈服於沒有錢 屈服於那個判決 喏 我再講回這個 另外一個問題 我要為 抑敏和大九卿 講幾句話 其實那個很簡單 一個壞的制度 施行的時候 當然是沒有人會去做 是不是 如果派一萬元 或者派二千元 或者派八千元 是香港人心痛互絕的 你派都沒有人要 是不是 所以你怎麼會說 那個措施是不得人心的呢 即是等於說 一個已經贏取了 選票 的政府 是不得人心 是不是 這個是歪理來的 就等於現在 我們在這個議事廳裡面 拿選票多的人 是少數一樣 主席 我沒有什麼 特別的事情 講 我知道我罵你 我就會被趕走 然後我就不能夠 做回我 去提動議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是不就 是不是 議員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不過我 不如這樣 你說話不負責任 我亦都說話不負責任 就是 你剛才說 我用公帑打完官司找公帑之父,其實就是非常之重的說話。 不如我問你一個,我問了你已經有五年的問題,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請議員不要離題,如果梁議員你繼續離題,我就要停止你發言。 明白,這樣是不是也好,是不是?有地下黨有地上黨。 梁國雄議員,你繼續離題。 主席,拉布之敗,或者拉布之不能夠得,是因為我們這個社會,是非常之害怕失敗。 即使我們失敗了二十幾年,都覺得沒有失敗,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鬥爭過。 我為了一個文化氛圍下,去做事當然非常之辛苦。 我經常都講個故事就是一個希臘的神,叫西齊佛師, 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策 mortunal 瓜mit 如今 梁國雄議員 麁國雄議員 主席,人生在世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你信的東西, 在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走前再一步, 我想以我這個人的能力, 可能走前半步都沒有, 我希望各位, 這麼有能力的人, 知書識物的人, 彬彬有禮的人, 你令你的信念, 或者令你希望老人家, 得到一個更加好的保障信念, 在你離開這個世界之前, 走前一步, 主席,好沒有話說, 我第一次先和你算帳。 我現在請政府官員發言。 主席,我更代表政府就議員提出的修訂建議, 財政司司長, 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為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提出的政策措施, 提供財政資源, 也就推動經濟, 優化人力, 投資基建, 以及關顧民生幾方面, 提出建議, 同時也提出多項一次性紓困措施。 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 建議立法會撥款3561億元, 這些撥款包括向政府和資助機構提供資源, 並落實各項新建議, 其中經常開支約為3000億元, 將去年度的修訂預算增加276億元, 增幅超過一成, 遠高於同期5.5%的本地生產總值名義增長, 當中與市民息息相關的社會福利、教育及醫療服務等三方面的經常開支約1700億元, 佔政府經常開支六成, 較去年度的修訂預算增加12%, 與2007、08年度相比, 增幅更達五成, 遠高於同期本地生產總值30%的名義增長, 這些經常性的資源都是用於改善公共服務, 讓需要這些服務的市民直接受惠。 在籌備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我們舉行了多場的諮詢會, 收集了不同團體、政黨以及普羅大眾的意見, 經過全面的政策分析以及相關部門作出配套, 力求在不同的訴求裡面作出平衡。 我要再次重申政府運用資源的方針, 一直是政策主導, 財政配合。 各位議員在全體委員會階段作出了不少的政策建議, 這些建議並不適宜在全體委員會階段作出詳細的討論, 我相信議員是可以在其他更適合的場合作出更進。 我只是希望就著剛才, 有兩樣的議員是點名指出需要回應的, 簡短回應一下。 有議員是指出, 他是看不到我們在醫療問題那方面, 是有任何的決心去推動改善, 而在改善方面也都是並無寸進。 當然我不能夠逐一回應, 只是想指出, 其中關於我們在急症室和門診部的服務, 就是在1314年度, 在配合資源調撥之下, 醫管局都已經會增加八萬幾個名額。 而在醫院管理局的各項管理聯網的資源運用等等方面, 我們也都已經清晰指出了我們會成立一個檢討委員會去檢討。 所以議員提出的這些觀察並不反映我們在政府的檢討, 的工作的態度和進展。 另外也都有, 發動拉布的議員指出, 就著醫療改革和和醫療改革相關的五百億的資源的承擔, 政府是沒有具體的計劃, 也都是在過程裏面沒有諮詢保險業界, 也都是沒有時間表。 我亦都只是想在這裏指出, 就著施政報告, 致謝動議的辯論, 以及在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候, 我都已經清楚指出了, 在醫療保險計劃, 我們是正就計劃的各項細節作出研究, 當中當然包括了和保險業界相議, 並且會在今年年底提出具體的建議。 最後, 我想答謝主席和各位議員在過去三個星期, 花了很長的時間進行審議的工作, 經立法會在三月批准的臨時撥款, 足夠應付政府大約兩個月的開支。 據我們評估, 六十多個部門, 會在六月之內出現資金短缺。 有議員認為政府可以申請臨時撥款, 解決資金問題。 批評政府是自製危機, 但我是希望向各位解釋, 議員不停地拉布, 政府即使是申請多幾次的臨時撥款, 資金短缺的危機仍然會再度出現。 故此, 再申請臨時撥款並不能夠解決問題。 為了維持政府運作, 避免影響民生, 我呼籲各位議員支持2013年撥款條例重案, 讓政府可以動用資源, 維持公共服務, 落實各項措施。 多謝主席。 范國威議員表示他不會再次發言。 辯論現在結束了。 會議現在暫停, 下午2點半, 二時30分。 恢復。